少爷天生反骨野性蓝逊 可整个谢府都市他为珍宝 以此意外我做了少爷的解药 少爷要提我做通房丫鬟 可我是个被继子养大的丫鬟 这样的出身别说暖床 就是给少爷提血 主母都会嫌我脏 可少爷却疼我入骨 谁敢伤我一分 少爷就要命连谁满门 还不惜与亲生母亲决裂 只为了能跟我在一起 可我却只想离开少爷远离谢府 此刻我跪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 主母因是背弃得胸口痛 你要喜心愿就也行 但也要挑那种出身清白 知尽退的 怎么能和不三不四的人搅和在一起 府里的丫鬟都不三不四了 若我哪天带个花魁回家 岂不是会被逐出家门 少爷江凌峰的语气轻快 因是被他惊得砸了茶杯 坚声怒道 你敢 茶杯是奔着江凌峰去的 但江凌峰站得离我很近 他倒是身手敏捷 一躲就躲开了 我却被飞溅的茶水和碎片砸得正正 江凌峰飞快地把我从地上拽起来 看着音是说 我现在有心头号 自是不会这样做 但若谁敢动我的人 我也不确定我会做什么 说完拉着我回了执行院 热腾腾的饭菜很快上桌 我不敢和江凌峰同坐 木头一样处在旁边 江凌峰横了我一眼 不是饿了吗 要我请你才吃 我今日受了太多惊吓 直到这会儿都是恍惚的 我看向江凌峰 眼神有些茫然 奴婢不能与主子同坐 我让你坐 江凌峰加重语气命令 我乖乖坐下吃饭 饭后屋里安静下来 气氛有些微妙的尴尬 今日江凌峰两次让李香凌下不来台 李香凌不能拿他怎么样 必然会把仇都记在我头上 因是瞧不上我 也会是我为祸害 一旦走出执行院 没了江凌峰的庇护 我只有死路一条 而且还会死得很惨 局势很清晰 我很快就想明白了 我起身走到美人踏前跪下 诚恳地说 奴婢愿意尽心尽力 侍奉三少爷 求三少爷护奴婢周全 江凌峰本也无心看书 海谋看着我 你可想清楚了 日后你若反悔 哭哭啼啼地说 本少爷强迫于你 本少爷可没有耐心哄你 虽然是江凌峰把我带回执行院的 但要求庇护的人是我 所以只能是我自甘下见 喉咙梗哽得难受 我艰难开口 少爷没有强迫奴婢 一切都是奴婢自愿的 我很清楚留在执行院会发生什么 理智要求我保持冷静 声音却还是不受控制的颤动 身子也跟着泛红 像只煮熟的虾 折腾了一夜 第二日江凌峰又高调地带着我出门 闹得太狠 我走路都疼 却还是要一路笑脸做陪 江凌峰派人帮我把绣房的东西都拿了过来 见我只有两套打着补丁的衣裙 先带我去成衣铺挑了两身衣裳 又带我去了首饰铺 见江凌峰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我拉住他的袖子 轻声说 三少爷 今日就先买这些吧 等日后上了新再来逛也不迟 我并不像之前那样排斥收江凌峰的东西 还说了以后 江凌峰挺满意的 结了账 拉着我出了铺子 去最先楼吃饭 却在半路被李懿拦停了马车 江凌峰扔给我一个钱袋后 很快和李懿消失在转角 我在街边买了个烧饼给马夫 让他稍等一会儿 自己去了隔壁街的医馆 医馆人满为患 轮到我的时候 我没有急着让大夫整脉 低声问 如果怀孕了 喝橘子汤还有用吗 大夫狐疑的看了我一眼 姑娘为做妇人打扮 为何要此物 我拿出一两银子放到柜台上 我自有需要 还请大夫如实回答我的问题 堕胎药和橘子汤的药理并不相同 不可一概而论 若是怀了孩子 需先喝堕胎药 再喝橘子汤 但这两种药对身体的危害极大 不可同时服用 我瞧着姑娘年岁上小 形势还是莫要冲动的好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我又拿出一两银子 坚定的说 麻烦一样给我开一副 我自己拿回家哦 我还没给姑娘诊卖 不必诊了 直接开药吧 银钱还很多 我顺到买了一盒五香斋的糕点回去 我得了主子的赏 自然不能忘了主子 一进门 却被压到沁兰院 压我的是两个护院 两人力气很大 动作也粗暴 我只挣扎了一下 就差点被淫断胳膊 沁兰院里的气氛严肃 月帽就站在殷氏旁边 我被摁着跪在院里挨了好几巴掌 张嬷嬷才带殷氏开口审问 水性羊花的贱臂 谁给你的胆子 竟敢用这副不干不净的身子勾引三少爷 我被打到耳膜嗡嗡作响 没听清张嬷嬷问了什么 但月帽在这儿 我大概猜到殷氏为何震怒 昨晚江凌峰宠信了我 可床上没有落红 证明我不是初次 回夫人 昨夜并非三少爷第一次宠信奴婢 老爷剿匪回京那日 府里准备了接风宴 三少爷在外面被人陷害中了药 将奴婢拖拽自假山洞里 强占了奴婢的身子 夫人之前在三少爷手臂上发现的抓痕 其实是奴婢慌万之时留下的 我说出抓痕这样的细节 殷氏基本就信了 急急道 出了这样的事 你当时怎么不说 三少爷不许奴婢声张 这像是江凌峰能干出来的事 但下药之人心思很毒 下次说不定会直接下毒 不揪出幕后主使怎能安心 殷氏越想越后怕 美好气的瞪着月帽 你既然未曾被阿峰宠信 为何不早早的说出来 在屋里伺候却什么都发现不了 可见派不上什么用场 殷氏直接让人把月帽发卖出府 还要继续发落我 一个下人突然跑进屋 凑到殷氏耳边低语 殷氏脸色微变 盯着我的脸看了半晌 让人把我关进柴房 我坐在地上 倒紧胳膊 我不知道殷氏为什么没有直接打死我 或者把我发卖出去 心里却庆幸的松了日气 我下意识的觉得只要等江凌峰回到家 自己就能离开 我这一等 就是三日 整整三日 没有饭吃 也没有水喝 柴房门被打开的那一刻 我甚至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江凌峰还是如我所想的来接我了 屋里堆着柴 又脏又乱 江凌峰站在门外没有进来 逆着光 我看不清他的面容 唯有深舟流金浮动 尊贵异常 出来 他命令 声音很冷 我不由自主打了个寒颤 我又饿又累 脑子也不慎清醒的说着 三少爷 你终于来了 嗓子很哑委屈 我一直在等他 放手 一记不带任何感情的冷翅 将思绪打断 三天不吃不喝的等待时间 实在太漫长了 我像是溺水的人 把江凌峰当成救命稻草 这声冷翅把我拉回现实 我愣了一下 随后松开手 低声道 奴婢健月 请三少爷恕罪 我的声音哑得厉害 三天没出门 被日光刺得涌出泪来 委屈又可怜 江凌峰看到这双泪蒙蒙的眼 表情微顿 语气跟着放软 哭什么 受伤了 被扇得高高肿起的脸 已经恢复正常 我摇摇头 垂着眸说 没有 是阳光太刺眼了 江凌峰带我回了执行院 院里早就备了好消化的肉粥 我吃了一大碗 三天没见 江凌峰身上多了 丝丝缕缕的阴郁和暴躁 我觉得有些陌生 连抗拒都忘了 只剩下僵硬 睡了一夜 我的精神好了些 起床后 江凌峰拿了一套杏色长裙给我 淡淡的 换上 一会儿跟我出套门 这衣服用料极好 上面有精美的成云袖 华美贵气 并不是之前在成衣铺买的衣服 我觉得好奇 忍不住问 奴婢的衣服已经够多了 三少爷怎么又给奴婢买衣服了 这衣服如此华贵 别说别人 就连我自己都会觉得被深深喜欢着 可江凌峰如果真的很喜欢我 怎么会任由我被关在柴房足足三日 江凌峰没有回答 我换好衣服 把之前买的饰品全都带上 江凌峰带着我出门 过垂花门的时候 有护院上前阻拦 夫人有令 三少爷今日不能出门 让开 江凌峰命令 路过脂粉铺 江凌峰买了一盒唇枝 指一点 我整个人都有了颜色 江凌峰觉得不够 自己用手抹了一些 在我躲避之前扣住我的下巴涂到唇上 江凌峰不自觉越靠越近 眼看两人要亲上 我轻声提醒 三少爷 唇枝会被蹭掉的 掉了就重新擦 下马车的时候 我的脸也是红的 毛子很润 整个人都是娇软艳丽的 和眼前这座高大扶底 四处飘扬的白帆 形成极大的反差 我心里咯噔了下 我没有想到江凌峰 把我打扮成这样出门吊咽 守门的人见到我也是一愣 但江凌峰的身份摆在这里 这些人没敢阻拦 一路进去 绕过长长的走廊 再穿过树道门 灵堂终于映入眼帘 灵堂外有重兵把守 足见死者身份尊贵 灵堂里却是人丁稀薄 只有一道鲜弱单薄的身影 跪在火盆前 有种说不出的韵味 凄美的叫人心碎 我顿觉愧疚 我这样的身份 来参加吊宴已是不合规矩 还穿成这样 韦石是不尊重死者 我低下头不敢看那女子 也有丫鬟为江凌峰奉上点好的香 江凌峰没接 冷声命令我 愣着做什么 还不去 这位姑娘是跟着公子来的 还是由公子为王爷上香比较好 丫鬟说着把香又朝江凌峰递了些 我整个人都被惊呆了 灵堂棺材里躺着的可是为王爷呀 江凌峰怎么敢让我去给王爷上香 难怪因是今日不许他出门 江凌峰冷笑出声 一个唯老不尊的东西 也配让我给他上香 丫鬟脸色巨变 在别人灵堂说这样的话 哪里是来吊咽的 分明是来砸场子的 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我不觉拧紧手里的眷怕 却听到一个清冷如玉的声音 人死如灯灭 公子方才所言盲夫已听不到了 若是叫旁人听去 被看清的只有妾身 说着话 女子缓步来到江凌峰面前 从丫鬟手里接过香 亲自递给江凌峰 求公子怜悯切身 替王夫上一柱香吧 距离近了 女子的美变更真切了些 江凌峰下额紧绷 因为愤怒呼吸重了些 他目光森森的看着女子 一字一句的问 你要我给他上香 女子思存片刻屈膝跪下 将手里的香举过头顶 其王遗霜消逝 请将三少爷为王夫上香 这话一出 整个灵堂都陷入死寂 就在所有人以为江凌峰会动手砸了灵堂 他却伸手接了那柱香 他说 好 那就如你所愿 上完香 女子柔声道 府上备了便饭 公子若是不嫌弃 可以到前厅用些饭食 江凌峰心里憋着火 根本没有心思留下用饭 拉着我便要离开 尚未走出灵堂身后 却传出一阵慌乱的惊呼 回头 穿着素白丧服的女子 如同柳絮遥遥坠落 江凌峰当即松开我 在女子将要坠地的前一刻 将她稳稳接入怀中 所有人都被这便顾下得不轻 江凌峰抬头冲我怒吼 愣着做什么 还不快叫大夫 她的眼睛红得厉害 抱着女子的手很用力 用力到轻筋骨胀 随时都要抱走发狂 我回过神来 撞着胆子开口 齐王妃悲伤过度晕倒了 快请御医 说完 我冲过去紧紧抓住女子的手 我不知道齐王妃和江凌峰之间有什么纠葛 却知道齐王刚死 齐王妃就与男子有了继父之亲 这个消息一半传出去 今日在场的人兜得死 灵堂相挥未重 不是休养的好地方 我和江凌峰一起把齐王妃 送到灵堂附近的小院休息 知道自己不变在场 江凌峰把齐王妃的贴身丫鬟桃花 拉到无人处质问 她的身体怎么会变得这么差 自齐王妃晕倒 桃花便一直在哭 对江凌峰这么一问 桃花哭得更凶了 好一会儿才说 王爷突然走了 王妃伤心过度 茶饭不思 还要撑着操持这样多的事物 便是铁打的身子也扛不住啊 江凌峰想听的并不是这样的回答 她的脸色有些难看 直勾勾的盯着桃花 当初是这个老东西抢取的她 她会这么伤心 桃花显然是知道江凌峰和齐王妃的过往的 她看了江凌峰身旁的我一眼 哭着说 人心都是肉做的 这门婚事王妃一开始是不愿意 但王爷对王妃实在太好了 日久生情也很正常 江公子身侧不也已经有家人作伴了吗 那个老东西对她很好 很好 桃花毫不犹豫地点头 只要答应过王妃的事 王爷从来都不会忘记 这话让江云锥的脸色难看到极点 扭头就走 花蓉连忙跟上 但她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 步子又没有江云锥卖得大 很快就被江云锥远远甩在后面 花蓉对这里不熟悉 不由得心慌 正想找个下人问路 穿过一道院门 却遇到了李香凌 李香凌身边 还有两个年纪相仿的姑娘 三人虽然穿得很素 穿戴却仍能看出不俗 花蓉看到李香凌的时候 也被三人看见 想躲已来不及 花蓉只好上前行礼 见过三位姑娘 李香凌的眉头先是一皱 随后露出玩味 原来是你呀 阿追哥哥呢 怎么没与你在一起 花蓉隐去在灵堂里发生的事 低声回答 奴婢方才不小心惹三少爷生气了 三少爷走得太快 奴婢没跟上 李香凌唇角微勾 眼底带了笑 她走到花蓉面前 勾起花蓉的下巴 迫使花蓉抬起头来 阿追哥哥不是很喜欢你吗 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李香凌对花蓉的怨念很深 她让丫鬟送了剪刀来 花蓉想要反抗 被与她同行的两人 摁住扇了几巴掌 剑臂 竟敢穿成这样来吊咽齐王 真是不知死活 奴婢已经知错了 奴婢再也不敢了 求你们放过奴婢吧 花蓉哭着求饶 三人却毫不同情 丫鬟送来的剪刀很锋利 李香凌随意剪了几下 花蓉的胳膊和腿就露在外面 昨日 江云锥留在她身上的痕迹 也跟着显现 李香凌未经人事 还以为花蓉被江云锥打了 正要高兴 却听到其中一人休脑地说 果真是个不要脸的剑臂 竟然真的爬了主子的床 李香凌之前看江云锥护着花蓉 她只当江云锥是故意弃音时 花蓉身上的痕迹 却狠狠打了她的脸 她那样喜欢的阿追哥哥 睡了别的女人 这个真相让李香凌目不可遏 她疯狂地用剪刀剪掉花蓉的衣服 另外两人也蛮横地 将花蓉身上的首饰拽下 衣不蔽体 明亮的日光让花蓉羞愤欲死 李香凌却还嫌不够 她抓住花蓉的手按在地上 将剪刀间对准花蓉的手背 你不是绣东西绣得好吗 我倒看看 没了这双手 你还能做什么 李香凌说完 手里的剪刀重重落下 不可以 强烈的求生欲 让花蓉迸发出惊人的力气 她正开两人慌乱地奔逃 花蓉不知道自己能逃到什么地方 更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活着离开这里 身上的衣裙 只剩下最后一点可怜的布料 她的身子会被别人看见 若是被殷氏知道 也许会以失劫的罪名把她沉堂 江云锥虽然答应会护着她 但她最关心的人回来了 应该是顾不上她的 花蓉正觉得绝望 整个人突然扑进一个冷硬的胸膛 对方站得很稳 反而是她身形不稳 腰间还了一只臂膀 花蓉本能地想挣扎 身上却多了一件外衫 是我 花蓉没有听出声音的主人 却看到了对方衣襟上绣的梵纹暗纹 这是她做给江云飞的衣裳 慌乱无措的心陡然安定下来 花蓉乖顺地没有挣扎 整个人躲在那件外肠之下 跟着江云飞出府 江云飞先带花蓉去成衣铺买了身衣裳 穿好衣服 花蓉也冷静下来 她没有把外衫还给江云飞 低着头说 衣服脏了 奴婢 奴婢改日做套新衣服 赔给大少爷吧 其实衣服并不脏 是她觉得自己脏了 不敢也不愿 让江云飞沾染分好 江云飞没接这话 只道 去医馆 奴婢没有受伤 你的脸都被打肿了 而且身上还有 她果然看到了 花蓉的身子颤了颤 无地自容到了极点 她不知道该怎么告诉江云飞 她身上的痕迹并不是伤 而是她的亲弟弟 留在她身上的欢愉痕迹 江云飞敏锐地发现 花蓉状态不对 立刻指了话题 转而问 饿吗 花蓉本想说不饿 又听到江云飞说 旁边有家馄饨 味道很不错 我以前每次从军中回来 都要去吃一碗 花蓉抓紧衣摆 说不出话来 江云飞说的那家馄饨 确实很好吃 皮薄馅大 汤是用铜骨熬的 浓香却不腻 花蓉一口气吃了一大碗 还有些不够 不过她不好意思再要 矜持地擦了擦嘴 刚要道谢 一对官兵突然闯进馄饨店 一刻钟后 花蓉被摁着 跪在齐王府前厅 太子和太子妃 坐在上手的位置 来齐王府吊宴的宾客 全都齐聚在此 李湘玲指着花蓉坚声控诉 就是她 就是这个剑壁御图谋害我 阿姐一定要替我做主啊 李湘玲右手上 多了一圈纱布 看花蓉的眼神怨毒极了 恨不得生吞了花蓉 太子妃是未来国母 比李湘玲要端庄沉闻很多 见花蓉是和江云飞一起回来的 拍了拍李湘玲的手 已是安抚 凌儿虽然是本妃的妹妹 但她的性子素来骄纵 今日发生何事 你尽管如实说 本妃必不会包庇于她 涉事的都是女眷 太子只是旁听 决定权在太子妃手上 花蓉从未见过如此多的权贵 害怕到手脚虚软 她不敢抬头 艰难开口 回太子妃 奴婢没有伤害二小姐 是二小姐捡了奴婢的衣服 还要费了奴婢的手 奴婢实在害怕才逃跑的 你胡说 我见花园的秋海棠开得漂亮 想捡两只拿回家 是你先冲出来抢剪刀要害我的 你身上衣服明明好好的 我何曾捡过你的衣服 李湘玲有人证 又有靠山 相当的有恃无恐 若是花蓉敢拿出 被捡烂的衣服做证物 她就要让阿姐制花蓉一个打扮妖艳 对其王不遵不敬的罪名 花蓉没了声音 不知该如何辩驳 这时江云飞开口说 我可以证明她衣服被人捡坏了 江云飞和钟永博一样刚正不阿 她若是亲眼看到 李湘玲捡花蓉的衣服一定会出面阻止 李湘玲并不害怕 盯着江云飞问 江大哥可看到是谁捡烂她的衣服的 江大哥身为男子 李英在外院休息 好端端的 怎么会碰上一个衣衫不整的婢子 最后一句话满满的都是恶意 谁都知道江云飞生性正直 她不会在调咽齐王的时候与婢子私忧 那就只能是这婢子居心不轨 蓄意为之 江云飞也听出李湘玲的弦外之音 但她确实没有亲眼看到事情经过 无法反驳 气氛正冷明 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 事情发生在齐王府 既要寻找人证 太子妃为何不先将府里的下人召集起来问话 话音落下 齐王妃萧明忧在丫鬟的搀扶下步入厅里 她刚刚苏醒 脸色还有些苍白 眼瞼因睡眠不足泛着清黑 有种若柳浮风的病态美 太子妃与萧明忧年岁相差无几 却差着辈分 起身迎了两步扶住萧明忧 听说黄婶伤心过度晕倒了 这点小事就不必惊动黄婶了 萧明忧咳了咳 亲生说 王爷最是仁慈 若是让她知道我把家里操持成这样 定是要怪罪我的 萧明忧搬出刚死的齐王 太子妃到嘴边的话只能咽下 萧明忧的目光自花容身上掠过 落在李湘玲身上 我已知道事情缘由 二小姐可要与我当面对质 李湘玲 因萧明忧出面作证 真相大白 不过花容之前的穿着打扮确实算得上艳丽 还是被太子妃斥责了一番 为了显示公平 李湘玲被太子妃禁足十日 审礼结束后 太子与太子妃一同离去 看热闹的人也都散了 花容不想给江云妃添麻烦 正想离开 萧明忧却走到她面前 恳切地说 府里下人未能及时出面救下姑娘 害姑娘受了无望之灾 抱歉 说着话 萧明忧从外上取下一枚金香玉的镯子 放到花容手上 萧明忧的手有些凉 连那镯子也泛着骨子凉意 哪有堂堂王妃向丫鬟道歉的道理 花容色缩了下 万间的镯子与萧明忧手里的碰了一下 发出清脆的声响 花容这才发现两只镯子有些相像 不由愣住 萧明忧手里的镯子也是红色的 但好像之前摔断过 所以用金箍连接变成如金的样子 萧明忧趁花容正愣的时候 把镯子套到她手上 温笑着夸了一句 姑娘皮肤白 适合艳丽些的颜色 话音刚落 将云锥大步走来 约莫心底怒气未消 江云锥毫不客气地撞开萧明忧 只抓着花容关切地问 可有受伤 有人欺负你 为什么不来找我 她眉头紧皱 满眼疼惜 看上去心疼极了 江云飞还没走 花容莫名抗拒江云锥 对自己做出一些亲密举动 她想抽回手 江云锥不仅不肯放 还把她搂进怀里 沉声宣告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白白受欺负的 三少爷 王妃已经帮奴婢证明了清白 还送我奴婢这样好的镯子 奴婢一点也不委屈 花容说着 把镯子展示给江云锥看 只一眼 江云锥就变了脸色 横在花容腰间的手 不断收紧 用力 几乎要把她整个人生生折断 花容吃痛皱眉 下一刻 江云飞按住江云锥的肩膀 沉声提醒 三弟 不得对王妃无礼 大少爷言重了 萧明忧很是大度 柔声道 是府里招待不周 伤了三少爷的心头号 三少爷要拿窃身卸火也是应该的 这话彻底惹恼江云锥 他再也待不下去 拽着花容离开 满腔怒火无处宣泄 花容被江云锥粗暴地塞进马车 花容有些害怕这种状态的江云锥 他想说些什么 缓和一下气氛 却被江云锥扣住后脑勺 恶狠狠地吻上来 马车就停在路边 周围来来往往的人很多 花容更怕被江云飞看见 下意识地挣扎 唇上猛的一通 嗯 花容忍不住闷哼一声 余光瞥见马车帘子 被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掌掀起了一脚 已是午后 那人袖口的范文暗文 在日光的照耀下 折射出细碎的亮芒 刺得花容眼睛生疼 一出泪来 片刻后 花容又低音了一声 这一声带了思思的魅 像是推剧 又像是所求更多 抓着帘子的大掌陡然放开 车帘轻轻晃了晃 终究遮蔽日光 将它完全聋 在这昏暗的狭窄空间 撞击发出细碎的声响 将云锥突然停下动作 像是暴怒的凶兽 突然找回了理智 昏暗的马车里 花容发丝微乱 眼睛又红又湿 下唇肿着 烟红的血珠慢慢涌出 惊慌又可怜 将云锥会暗地扫了一眼 他腕上的镯子 哑着声说 别哭 不欺负你 这句话不知为何 戳中了花容的泪线 眼泪突然不受控制地滚落 他越想克制 就哭得越凶猛 许事见他哭得太可怜 将云锥有些愧疚 又带他买了许多猪翠 拆还做补偿 花容哭肿了眼 却还是做出欢喜的模样道谢 将云锥是擅自出府的 一回家就被钟永伯 亲自绑去了祠堂 花容本以为殷势 会趁机发落自己 忐忑不安地等了半日 等来的却是云娘 早就听说你是个不安分的 没想到才来绣坊几日 就勾搭上了三少爷 连在院里伺候多年的月落 都被挤走了 云娘满脸讥讽 对花容这种用美貌 换取安乐享受的行径 相当不齿 花容没有辩解 心里有些沉 云娘是来给他做衣裳的 那说明 因氏默许他做江云锥的通访丫鬟了 他的出身没有改变 因氏的态度 绝不会毫无缘由地转变 花容脑海里 不自觉浮现出那张清冷病弱的脸 云娘走后 花容没去沁兰院谢恩 而是找府衣要了些外伤药 第二天早上 江云锥才被人抬回来 心红的鞭痕在他背上交错支出了一张网 看着就疼 江云锥已发起高热 神志不算清醒 嘴里却一直念叨 就算被打死也不会认错 花容仔细地帮他清理伤口上药 快上完药的时候 江云锥突然抓住他的手问 如果当初我没有失约 你会不会跟我走 他的眼睛红得厉害 谋底一片执拗 又染上几分在马车里的蜂膜 花容有些害怕 小声提醒 少爷是奴婢 你认错人了 江云锥眼底闪过迷茫 后抬手在花容头上揉了一下 滴滴地说 别哭 不欺负你 语气颇为温柔 分不清是对他说的 还是对别的什么人 江云锥连发了两日高热才好转 钟永伯进了他的足 他便成日待在屋里与花容私混 连书房那张桌子也未曾幸免 花容没了最初的抗拒 养成了和他继父相亲的习惯 又是一场秋雨后 冬日的凛冽开始出现端倪 内务处送了几张皮子 让江云锥选一张做大厂 江云锥不慎在意 捏了捏花容腰间的软肉说 你来选 花容要了一张银灰色的锦属皮 那颜色低调而不失贵气 配江云锥正好 府里上上下下都知道 花容正得宠 内务处的人也跟风夸花容眼光好 江云锥听了一会儿便要给赏赐 院里呼得一阵喧哗 花容想出去查看情况 江云锥却懒着腰不肯放 待花容搂着他的脖子 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他才拥着花容出门 院里 李销琳正与一众吓人推嗓着 见两人出来 立刻奸声大骂 阿锥哥哥 这个贱人就是狐狸精 你怎么能为了他这么对我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说 这些日子我都在家里休息 对你做什么了 江云锥反问 大掌捏着花容的腰 上瘾似的 李销琳气红了眼 委屈控诉 那日我是捡了他的衣服 但他也害我受伤了 而且阿姐还进了我的族 阿锥哥哥 为何还要让人捡坏我的衣服 这些日子 李销琳每天起床都能在衣柜里 发现一套被捡坏的衣裙 那些衣服都是他很喜欢的 府里已经加强了寻手 却还是防不住贼人 李销琳左思右想 只能怀疑到江云锥头上 李销琳说着落下泪来 长这么大 她还是第一次受这样的委屈 江云锥并不接受李销琳的指控 诧异的挑眉 你可是当今太子妃的亲妹妹 哪来的贼人这么胆大包天 竟然敢擅闯你的闺房 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先报官 江云锥的语气轻松 颇有两分幸灾乐祸的意味 李销琳虽然骄纵 却也知道顾惜自己的名声 若让人知道 有贼人几次三番闯了她的规格 她还怎么嫁人 李销琳被噎住 最终恶狠狠地瞪了花容一眼 不甘不愿地道歉 那日是我错了 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欺负她 还请阿锥哥哥大人有大量 莫要与我计较 那可恶的贼人 再这么继续剪下去 她出门就没有衣服穿了 我已经说了 江云锥很警惕 不给李销琳抓住画饼的机会 李销琳恨恨地咬牙 只能改口 此事发生得很是蹊跷 我怀疑有邪碎作怪 今日特意来道歉 兴许以后就不会这样了 江云锥又了一声 了然道 原来是遭报应了呀 李销琳整个人都要气炸了 花容忍不住拽了拽江云锥的袖子 暗示她适可而止 江云锥捏了花容一眼 故意拔高声音 你觉得不够有诚意 要她跪下来真查认错 奴婢没有 花容连忙否认 怕李销琳不相信 又道 奴婢接受道歉 还会为二小姐祈福 让那些邪碎 不要靠近二小姐 花容说得诚恳 李销琳虽然不信 却也不敢表现出来 压着怒火递过来一张请帖 再过五日是我的生辰 你来府里玩吧 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花容不敢跟李销琳做朋友 她迟疑地问 只有奴婢一个人吗 还请了平日与我交好的一些世家小姐 李销琳说着 看了江云锥一眼 而追哥哥若是不放心 要一起来也可以 解释完 李销琳的耐心也耗尽了 不由分说地 把请帖塞进花容手里 而后离开 花容拿着帖子 像是拿着一个烫手山芋 有些不知所措 江云锥弹了下她的眉心 漫不经心道 想去就去 不想去就不去 众没做什么 三少爷想去吗 江云锥挑眉 你想让我陪你去 这个眼神花容很熟悉 她在等她开口求助 以身体为筹码 花容顿了顿 顺从道 求三少爷陪奴婢一起去 李销琳生辰邀请的人不多 宴席设在永安侯府花园里 男女同席 虽用沙雾屏风隔开 透过屏风 还是能看到大概 江云锥一道 便被李懿拉走 花容不敢跟在她身边 在女眷区落座 时不时透过屏风看一眼 见她还在 便能安心不少 女眷区坐的 都是和李销琳私交颇好的姑娘 她们对李销琳衣服被剪的事 有所耳闻 花容一坐下 之前帮着李香玲欺负花容的两人 也来向她道歉 钟勇博手握重兵 江云飞和江云阳也开始展露头角 前途无量 相比之下 江云锥虽然有些顽固 却也没人想得罪她 所以正得宠的花容地位 也跟着高了些 花容受惯了欺负 对接受歉意这件事 却并不擅长 一时有些坐立难安 好在李香玲到场后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集中到李香玲身上 纷纷拿出精心准备的生辰礼 花容也拿出一个 檀木七红雕花盒子 递给李香玲 盒子里是梅白玉里脚鸡心配 江云锥根本不在意这些细节 玉佩是花容从她屋里挑的 橙色很好 贵重是贵重 但一看就没有花什么心思 李香玲只看了一眼 就把东西放到一边 谈不上喜欢 众人忙岔开话题哄她高兴 聊了一会儿 话题到底还是落到花容身上 听说你的秀活很好 之前钟勇伯府扮赏花宴 那些团扇 就是出自你的手吧 花容没想到 自己之前做的团扇 心里有些高兴 面上却丝毫不显 恭敬道 那些团扇的确是奴婢所做 但奴婢之前 只是个干杂活的粗屎丫鬟 比不得府里的秀娘功力深 有人提出质疑 一个粗屎丫鬟 怎么会有机会 接触到府里的主子 花容自然不能当着 这么多人的面说 江云锥被人算计中了药 想了想说 既然是干杂活 做的事就不是一层不变的 府里艳客 还有个院主子过生辰 饭菜酒水 有可能经奴婢的手 每个季度各愿 要添置新衣 奴婢也会送不了 让主子挑选花色 十日一场 难免有见到主子的机会 如此说来 你会做的是很多 那你说说 今日的宴席办得如何 问这个问题的人 眼神颇为轻蔑 并非真的觉得 花容会懂如何操持宴席 而是故意想让花容出丑 花容不想出风头 捶着脑袋说 奴婢见识浅薄 不敢妄议 是不敢 不是不会 李湘玲眉心微皱 冷声道 让你说你就说 阿追哥哥就在旁边 别总是装出一副 被人欺负了的可怜样 话说到这个份上 花容不好再推辞 仔细观察了一会儿 如是说 今日天气有些寒凉 坐在外面 不如坐在室内舒适 吃蟹的季节还没过 待会儿洗上 应该会有蟹膏或者蒸蟹 菊花茶和饰饼 都是寒性之物 最好不要一同食用 还是准备有暖胃功效的 桂花茶和姜枣茶更好 多亏了高海山的刁难 花容做事 比别人要考虑的多很多 说起这些时 她的条理十分清晰 一点也不胆小怯懦 众人不知不觉 停下交谈 李一听完 忍不住撞了下江云锥的胳膊 你这丫鬟不胆小的时候 还真挺好看的 江云锥没说话 眼底却含了笑意 今日府上没有准备螃蟹 你说错了 不想让花容出风头 李湘林一口否决 花容也不与她争辩 低声道 是奴婢乐举了 二小姐定然比奴婢思虑周到 花容不想与李湘林为敌 最后一句 带着些许讨好的意味 落在李湘林耳中 却不是滋味 她从小备受宠爱 自阿姐做了太子妃 更是骄纵 每日想的都是吃什么穿什么 对操持家业之事 根本一窍不通 她什么时候 连一个通房丫鬟都比不上了 李湘林越想越生气 冷笑一声还击 在这些事 上花再多心思有什么用 出身不好 家境不够 该低人一等 还得低人一等 李湘林任性惯了 只想把花容踩在脚下 却忘了与她交好的这些人 出身大都在她之下 她这一番话 不知贬低了花容 也拉踩了其他人 气氛正尴尬 下人捧着一个细长的盒子 送到李湘林面前 二小姐 这是齐王妃送的生辰礼 我过生辰关她什么事 李湘林满脸晦气 并不想和一个寡妇扯上关系 东西都送来了 退回去怪得罪人的 下人很是为难 有人开口道 听说下月初 太后要亲自去寺里 为齐王祈福 齐王妃也要同行 其实她也是个可怜人 湘林姐姐 不如先看看她送的什么 再决定要不要吧 肖明优嫁给齐王三年 膝下并无子嗣 她虽然还很年轻貌美 但身为帝王家的儿媳 绝无改嫁的可能 一旦去了寺里 就在没有出来的机会 余生都只能与清灯古佛为伴 李湘林听完 脸色好了些 下人忙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卷卷轴 舒展开来 众人不由地发出惊呼 肖明优送的是一幅画 画中人是李湘林 她穿着十六红的骑马装 乌发扎成小便 骑在一匹小马居上 手里马鞭扬着 笑得肆意又明冻 热烈如火 将人一看就喜欢 李湘林也被画里的自己吸引 没想到肖明优 竟然把她画得这样好看 再也说不出去收的话 一平之隔的男兵听到惊呼 被勾起好奇 李毅只好开口把画要过来 众人皆被画中的李湘林惊艳 而后纷纷赞叹肖明优的话意高超 众人欣赏完 话才传到李毅手中 江云追坐姿慵懒 对这话并不怎么感兴趣 但为了让他看起来合群 李毅还是拿着画凑到他面前 煞有其事地说 这画画得真好 我都不知道 我妹妹还有这么可爱的一面 李兄怎么能这么说呢 令妹率真活泼 谁见了不喜欢呀 众人开始一个劲的鼓吹 夸赞李湘林 李毅得意的尾巴 都要翘到天上去了 江云追无语 想让李毅坐远些 冷不丁扫到画卷 目光顿住 这幅画主要突出的是李湘林 背景画得颇为潦草 只隐约看到 不远处有个八角亭 随意两笔在亭中点出两个人影 没有人注意到背景里有什么 江云追脑海里 却浮现出一双软白 纤细的足 回去的路上 江云追的心情明显不好 花容安静坐着 没敢打扰 马车使到半路被堵住 外面闹哄哄的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少爷 前面在闹市 看热闹的人太多了 要不换条路吧 话音刚落 一道尖锐的哭喊便传了过来 花容觉得有些耳熟 还没分辨出是谁 江云追便钻出马车冲进人群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 花容愣了一下 连忙跟上 人群太拥挤 花容挤得很艰难 拨开人群走到最前面 便看到萧明忧摇摇欲坠的被桃花扶着 江云追把一个人摁在地上 一拳又一拳地走 那人穿着不俗 被打得满脸血 已经看不清面容 围观的人都被江云追一身的暴力吓到 花容也很怕 却还是扑过去抱住江云追的胳膊 三少爷 别打了 再打下去会打死人的 江云追的力气很大 花容根本拉不住 反而被江云追一肘子打到胸口 疼得眼前一阵阵发黑 啊追 别打了 萧明忧的声音很轻 许是觉得这个称呼太过轻易 带着迟疑 却轻易地让江云追停了下来 巡夜思的人也在此刻赶到 被打的是李布侍郎的三儿子 围观的百姓都能证明 是他先调戏萧明忧的 巡夜思不敢把江云追带回去审问 只问清楚缘由便离开 没热闹可看 人群也慢慢散了 花容的胸口还是疼得厉害 眉头忍不住拧着 突然听到江云追问 很疼 偏头 江云追已走到他身边 很自然地还住他的腰肢 好像刚刚为了别的女人暴怒揍人的 不是他 花容刚想说话 萧明忧先一步开口 多谢江三少爷出手相救 萧明忧说着 向江云追行了一礼 他仍穿着素白的桑服 并搅别着一朵白花 因方才的争执 急屡散发落下 柔弱娇脸 惹人疼惜 江云追捶眸逆着花容 没有正眼看他 漫不经心道 别自作多情 我揍他是因为他挡了道 不是为你 这话挺让人难堪的 萧明忧却面不改色 反倒是一旁的桃花沉不住气 冲上来对花容说 这位姑娘 之前若不是王妃为你作证 你只怕早就成了孤魂野鬼 今日看到王妃落难 你就这么无动于衷吗 无端被指责 花容有些茫然 她到这里的时候 调戏萧明忧的人 都快被江云追打死了 根本轮不到她做什么 怎么突然她就有错了 桃花 萧明忧呵斥一声 不关这位姑娘的事 别乱说话 萧明忧向花容道歉 拉着桃花离开 走了几步 花容发现萧明忧的脚 似乎扭伤了 一蹶一拐的 这时 江云追衡在她腰间的手紧了紧 命令马夫 护送齐王妃回府 萧明忧停下 似乎有些意外 随后道 切身没事 就不劳烦三少爷了 江云追笑了笑 不劳烦 王妃之前帮了我的人 这份情自然是要还的 可是这位姑娘的脸疼的都白了 江三少爷 确定要把马车给切身用 无妨 有我陪着 她用不上马车 附近就有一管 江云追亲自抱着花容去看伤 伤在胸口 得去单独的房间检查 等花容检查完出来 江云追已经不在医馆了 只留下钱袋 让大夫给她开最好的药 钱没用完 伙计找了灵 把钱袋交给花容 花容正要去拿 身后传来一个惊喜的声音 花容 说话的是个身材瘦小 留着山羊胡须的中年男人 见花容没有否认 男人脸上露出大大的笑来 热络地说 几年不见 一眨眼你都长这么大了 瞧瞧你这一身气度 跟贵家小姐似的 我都不敢认 除了府里的人 花容在外面 只有三娘一个亲人 花容很快认出男人 语气很淡地换了声 王叔 王清云并不介意 欢喜地应声 目光在花容身上流连了一会儿 落在他手里的钱袋上 埋怨道 家里人都惦记你的锦 这么多年 你怎么也不回来看看 家这个词 对花容来说太陌生了 他不愿回想那些不好的记忆 转移话题问 王叔是来为三娘抓药的吗 是啊 你也知道 你三娘的身子一直都不好 这些年给他抓药 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三娘有可及 需要一直吃药滋养 但那些药都不怎么贵 花容每个月的月钱 基本够了 花容没与他争辩 柔声道 我的月钱涨了些 以后应该不会这么难 王清云高兴起来 假惺惺的嘘寒问暖了几句 这才试探着问 这钱袋里不少钱吧 这些都是主子的钱 上个月的月钱 我已经托人给你了 我现在也没钱 花容说着 把钱袋收起来 王清云不舍得收回目光 劝花容 你别总盯着那点月钱 凭你这相貌 稍微用点心 就能得主子欢心 主子随便打赏一样 东西给你都够 我们一家老小吃喝好酒了 王清云越说越兴奋 看花容的眼神 像是在看摇钱树 花容心头一次 板着脸问 王叔跟我说这些 三娘知道吗 提到三娘 王清云这才有些心虚 他善善地说 我也不是要你出卖身子 只是让你做事圆滑些 你长得这样好看 谁能不喜欢呢 花容不想再听 把伙计刚刚找林的几文铜钱 交给王清云 拿着要出了一管 身后 王清云变了脸色 对着花容离去的背影 恶狠狠地脆了几口 小贱人都穿成这样了 还装清高 果然跟那个贱女人一样 老子有的是办法 让你们把钱吐出来 王清云的话 还是影响了花容 胸口憋闷的难受 回到执行院 他就睡下了 睡得迷迷糊糊被饶醒 一金一仪敞开大半 将云锥正趴在他身上点火 他身上染着骨子冷香 和白日见到的那人一样 清冷高傲 趁得花容卑贱如泥 继子一般 身子颤了颤 花容滴滴开口 三少爷 奴婢腾 他胆子小 纵使心里难受得不行 也不敢直接拒绝 将云锥顿了一下 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沉沉道 忍忍 我轻点 将云锥到底不够温柔 折腾到大半夜 花容疼得吐血 然后就病了 喝了大半个月的汤药 才能下地走动 许是心存愧疚 这些时日 将云锥对花容很好 一有时间就来看他 还亲自给他喂药 等花容烧好一些 将云锥便带他到戏园子 听曲散心 立了冬 天气越发地冷 花容大病出狱 有些未寒 刚走到府门口 就冷地打了个喷嚏 将云锥这才发现 花容没拿暖炉 手动的一片冰凉 当即处置了随行的下人 花容从来没有被这样重视过 有些不安 滴滴地说 是奴婢自己忘了拿暖炉 不怪他们 将云锥没理会他说的话 拖下自己的外衫给他披上 直接把他抱上马车 戏园子在城南 能在园子里唱戏的 都是鸣角 花容虽不懂看戏 却也被吸引 只因他夸了蛋绝一句 将云锥就把人留下来 陪他吃饭 还单独给他表演了一段 接下来的日子 将云锥又带花容去游湖 登山 还带他去别庄小柱 庄子上人少 规矩也少 将云锥在河里捕鱼 烤给花容吃 又亲自爬上 树斋花容想吃的野果 还亲手做了一只木簪送给花容 那木簪做得其实很粗糙 一点也不好看 但当将云锥 把木簪插到花容头上的时候 花容的心 还是不可自意地悸动了下 很久以后 花容依然记得 那晚的月光很凉 夜风很冷 将云锥吻下来的唇 却又软又暖 他没有回应 木头一样站着 一颗心骨跳如雷 第二日 府里传来消息说 殷氏病了 将云锥立刻赶回家中 花容本来也想一起回去的 但传话的吓人 说殷氏不想看到他 他便继续留在别庄 花容本以为 只要等几日就好 没想到将云锥一走 别庄就糟了贼 贼人不是冲钱财来的 目标是他 花容被迷晕绑到一个破庙里 醒来后 见到了礼部侍郎的三儿子 孙韩修 休养这么多时日 他脸上的伤基本好了 眼神却很怨毒 他捏着花容的下巴打亮 轻浮道 长得是有几分姿色 但也算不上国色天香 怎么就把他迷成这样 孙韩修摆明了 是记恨江云锥 所以故意报复 花容的嘴被堵得死死的 说不出话 唯有一双眼睛滴溜溜地转着 又惊又怕 孙韩修品出两分趣味 又觉得指尖的皮肤细嫩软滑 不由得有些心痒痒 别怕 只要你指认江云锥 跟姓骁的那个贱人暗中苟合 我保证不会伤害你 还会让你后半生 有想不完的荣华富贵 花容生得白 皮肤又焦嫩 孙韩修稍稍用力 就在他下巴处捏出一道红痕 不说是粗屎丫鬟吗 怎么这么嫩 孙韩修生出怜香惜玉的心思 扯掉花容嘴里的布 花容喘了两口气 急急道 孙公子 奴婢什么都不知道 求你放过奴婢吧 花容没有经历过这种事 说着话 眼眶就红了起来 眼底起了水雾 像是层蓝叠催的远山 笼罩在萌萌的烟雨中 秀丽清润 美得飘渺 孙韩修喉解滚了滚 谋色渐暗 跟了姜云锥这么久 花容很清楚 孙韩修的眼神意味着什么 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怯怯地说 奴婢愿意听孙公子的 孙公子能不能先把奴婢的绳子解开 破庙外面还有人守着 孙韩修料想 花容一个弱女子也跑不掉 便帮他解了绳子 麻绳太粗糙 花容的手腕和脚腕都被磨破了皮 这些人也太粗鲁了 回头我帮你出气 孙韩修趁机抓住花容的手腕 帮他查看伤势 花容没敢挣扎 试探着问 孙公子方才是要奴婢指认三少爷和谁有染呀 就是萧明佑那个贱人啊 他之前就跟江云追眉来眼去 说不定齐王都是这对狗男女害死的 孙韩修对江云追的怨念很深 一时激动 抓着花容的手用力了些 花容顿时疼的发颤 孙韩修盲收了力 怜悯地看着花容 你不会以为这段时间 江云追是真的对你好吧 花容有些茫然 孙韩修痴笑一声说 谁都知道他冲灌衣怒为红颜 他和那个贱人的谣言 传得沸沸扬扬 他这么高调地对你好 是想遮掩他和那个贱人的烟扎式 不然他明知道 我想报复他 为什么不多安排些人手 在庄子上保护你 花容对外界的是一概不知 他想起江云追 这些时日对自己的好 乐乐的辩解 奴婢身份低贱 三少也没有必要派人保护奴婢 他是牵了死器 迈进忠勇伯府的 生死都握在主子手里 主子就算要他去死 也是可以的 花容试图用理智说服自己 不要因此生出怨怼 心脏却本能地稚闷 难过起来 孙韩修越发地觉得 花容好玩 他像个发酵完美的面团 哪怕里面已经千疮百孔 还是会任由别人揉扁搓圆 关键还一点都不粘手 很容易勾起人心底的施虐欲 想要狠狠地欺负一番 孙韩修心痒难耐 把花容拉进怀里 花容本能地想要挣扎 被孙韩修孤注腰动弹不得 身子跟着发软 花容眼皮一跳 颤着声问 孙公子 你对我做了什么 别这么害怕 只是一点让你快活的东西罢了 你不是说愿意听我的吗 孙韩修说着亲过来 花容偏头躲开 颈侧的肌肤被轻咬 损弄 花容控制不住 发出一声低吟 声音很陌生 软媚又放浪 花容心头一痛 拼命地挣扎起来 禽兽 你放开我 破庙空荡荡地露着风 佛像破败不堪 不再慈悲 反倒如同面目猙獰的恶魔 冷眼看着这里发生了一切 慌乱间 花容拔下头上的簪子 拼尽全力 刺向孙韩修 可惜 簪子是木头的 并不尖锐 没能伤到孙韩修分好 孙韩修夺过簪子 扇了花容一巴掌 宁笑道 都被江云追完过了 还装什么贞洁猎女 实话告诉你吧 她对你这么好 就是要把你送给我赔罪的 只要你伺候得好 我就让我手下那些人闭嘴 不再散播她和那个贱人的谣言 簪子被丢出很远 沾了一地尘埃 花容的心也蒙了沉 她闭上眼睛 颤巍巍地开口 奴婢怕疼 求公子联系 花容说完那句话后 孙韩修反而不那么着急了 她给花容喂得要狠猎 花容的心房已被攻破 她不止要她沉浮 还要她主动 你之前都是怎么伺候江云追的 孙韩修故意问 挑开花容的衣袋 像拆礼物一样 一层层拨开她的衣服 孙韩修的动作不快 但花容的衣服 还是很快被曝光 只剩下一件性色肚兜 堪堪挡挡住重要部位 破庙漏风 地上很冷 强烈的药效 却把花容整个人都烧成漂亮的粉色 细密的汗珠折射着细碎的光 像熟透了的蜜桃 挂在树梢 染着清晨的露 湿润 香甜 孙韩修看得红了眼 不自觉地吞咽口水 花容感觉身子越来越热 像是置身火炉 无意识地低呼 水 给我水 孙韩修哪里还忍得住 他胡乱地扯开腰带 想要做点什么 破庙大门 被人一脚踹开 尘土飞扬间 孙韩修只觉得寒光一闪 视线就陷入一片黑暗 片刻后痛意传到四肢八海 孙韩修捂着眼睛惨叫起来 哎呀 我的眼睛 叫声实在太惨烈 花容被吓得恢复了些神志 然后就看到江云锥韩森森的脸 他手里拿着一把剑 剑尖还在往下滴血 如同刚从地狱走出来的修罗 花容本能地色缩了下 想要说些什么 一开口 却是软媚难耐的低音 下一刻 视线被挡 江云锥脱下外山带住了他 又有不少人涌入破庙 凛冽的寒风随之而来 江云锥没有理会这些人 抱着他走出破庙来到马车上 周遭变得安静 药效作用下 欲念又汹涌而来 像是有无数只蚂蚁在啃咬 花容嘀嘀的乌叶出声 江云锥安静坐着没有动 把他花容带回家 扔进玉桶仔仔细细洗干净 花容早就被折磨得没了神志 一直不安分地想要抓住什么 却被江云锥逼着问 知道我是谁吗 花容脑子里只有一团江湖 连这句问话的意思都不明白 江云锥并不满意他的反应 在他肩上咬了一口 这一口咬得挺狠的 花容别别嘴 哭了出来 江云锥毫不心软 非要他回答 花容被折磨得不行 终于颤微微地开口 三少爷 求你饶了奴婢吧 话音刚落 整个人便被拽入无边玉海 受了很大的惊吓 又被折腾到筋疲力尽 花容又病了 不过 这次他没有病太久 只喝了四五日药便好了 孙寒休故人散布谣言 诽谤齐王妃 之前喊给江云锥下药 经兆尹着手调查发现 李部侍郎多年来贪污受贿 孙侍郎便被抄了家 一家老小皆被流放 花容的名字 也在世家大族中流传开来 谁都知道 江云锥疼他入骨 谁敢伤他一分 江云锥就溺水满门 外面传言闹得沸沸扬扬 花容在府里的地位 也明显提升 之前欺负过他的人 全都想办法送来东西 除了道歉 更多的是想透过花容 跟江云锥打好关系 这些人不知内情才会这么热情 花容却很有自知之明 江云锥的心间宠另有其人 他如今得到的 不过是在鬼门关 走了一趟的补偿罢了 这些人送来的礼物 都被花容原封不动地退回去 这点礼物弥补不了他 过去受的委屈 他也满足不了这些人的愿望 花容不肯收礼 这些人表面对他恭敬 背地里都在骂他 小人得志 装清高 花容无意中听到过两次 便成日躲在执行院 不太去外面走动了 这天午后 云娘拿着一盒杉身来看花容 府里都说 你得了三少爷宠爱 这才几日不见 你怎么还瘦了 云娘的语气关心 态度轻腻 瞧着像是跟花容关系很好 天气冷了 花容为了让自己不要瞎想 不停地给江云锥做东西 云娘进屋 花容也没停下手里的活 三少爷出门去了 云娘若是有事 奴婢可以转告 花容专注手上的活 不看云娘 也不接他的话 云娘暗骂花容白谱 面上却笑着说 我能有什么事找三少爷 这不是听说你生病 特意来看看吗 云娘说着 把手里杉身往花容面前推了推 这是我特意买的杉身 特别滋补 你炖来吃吃 身子肯定能马上好起来 这次死里逃生 江云追命厨房 做了很多补品 给他补身子 再看到这三餐花容 竟觉得平平无奇 云娘的好意 奴婢心领了 东西云娘还是拿回去吧 这就是给你买的 哪能拿回去啊 云娘不肯拿回去 一个劲儿地往花容手里塞 紧接着说 其实我还有件事 想请你帮忙 不等花容答应 帮忙云娘继续说 我有个侄女 今年已经十六了 长得还算漂亮 绣活也做得不错 过些日子就要进府来 你有时间多带带她 花容如今是执行院的人 不在绣房当职 云娘让她带自己的侄女 分明是想让花容 把人往江云追床上带 花容终于明白 云娘之前 为什么处处针对自己 她得了因事青睐 抢了风头 云娘的侄女 再进府来就难再出头了 花容胆子虽小 却也做不到以德抱怨 她直接拒绝 奴婢不会带人 云娘是绣房的管事 还是自己带吧 云娘心里很瞧不上花容 她这又是送礼 又是陪孝花容都不领情 脸上有些挂不住 你如今是得了三少爷的宠爱 但以你的出身 三少爷不可能给你名分 我劝你还是不要太得意 等你日后年老色衰 还是要在府里混饭吃的 云娘变了脸色 话里话外全是威胁 花容觉得有些可笑 云娘既然知道 以色试人并非长久之际 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亲侄女 往江云锥床上送 花容刚要反驳 江云锥突然走进屋来 冷声说 本少爷的人还轮不到别人操心 身为绣房的管事 却不会带人 府里留你有什么用 外面在下雪 江云锥披着花容 新给她做的大厂 冷寒的眉眼藏在冒檐下 冷森森的 叫人不寒而栗 云娘哪里知道 江云锥会突然折返回来 听到自己说话 腿一软连忙跪下 请三少爷恕罪 我向来嘴笨不会说话 我刚刚不是那个意思 江云锥解下大厂丢给花容 花容挂好大厂 准备去沁茶 被江云锥揽住腰肢摁到腿上 后颈被捏住 刚从外面回来 江云锥的指尖冰凉 花容被冻了一个机灵 在破庙那夜 孙寒修在他颈侧弄出了一枚吻痕 回来后 江云锥亲自把那片肌肤狠狠搓洗了好几遍 那没吻痕没几天就消了 江云锥却养成了捏花容后颈的习惯 想摸宠物 江云锥并未被云娘的话打动 仍是命人把云娘和那位 还没来府里干活的姑娘一起解雇 云娘哭着被拖走 花容有些失神 江云锥以为花容在可怜云娘 捏了几下她的后颈 解释道 她之前谎称那些团善是她想的主意 冒领了你的功劳 只是解雇已经算清的了 花容并不可怜云娘 只是觉得自己有一日 也会被江云锥毫不留情地赶走 听到江云锥的话 花容低声说 谢少爷为奴婢主持公道 花容说得诚恳 江云锥却不满意 估着花容的腰问 谢什么 我不是答应过会护着你吗 江云锥是答应过的 当初花容主动献身 就是求她庇佑 可那夜在破庙 孙寒修说过的话 全都刻在了花容心里 她不是傻子 能分辨出真假 江云锥很骄傲 不可能故意把她送给孙寒修赔罪 但之前她那样高调地对她好 的确不是出于喜欢 她早就暗中搜集了孙家所有人的把柄 靠那些把柄 就可以扳倒孙家 但孙寒修派人到处散播 她和肖明优的谣言 悠悠之口无法堵住 江云锥只好用这种方式 把她推到所有人眼前 只有她成了她的心肩宠 肖明优才能保持清白无辜 她不过是被江云锥选中 用来掩人耳目的幌子罢了 真像没有孙寒锥说的那样残酷 只是有点伤人 她会得到疼爱 是因为她有利用价值 并不是因为有人爱她 心底刺痛得厉害 花容却弯眸笑起 不管怎么样 奴婢都还是要谢谢少爷的 江云锥被花容笑得晃了下神 两人接触这么久 她一直像知胆小的兔子 表情也大都是紧张慌乱的 今天还是江云锥第一次 看到她这般舒展地笑 很漂亮 却莫名地让江云锥 感觉有种渴望不可及的疏离 没等江云锥弄明白 那疏离从何而来 房门便被敲响 下人在外面通传 三少爷 大小姐来了 掌房只有三位少爷 下人口中的大小姐 是二房的树出小姐江云岚 掌房和二房关系不错 但少爷小姐们年纪见长 平日私下也很少来往 江云锥本以为江云岚冒雪前来 有什么急事 没想到她却是奔着花容来的 前些日子 大娘帮忙料理了个丫鬟 父亲与母亲大吵一架后 便总是夜宿外面 母亲气得犯了心急 打理铺子的担子便落在我头上 我查账簿 这些铺子多有亏损 唯有成一铺的经营稍好一些 但情况也不容乐观 我听说三个房中这位姑娘绣活极好 我想请这位姑娘帮忙想想法子 江云岚说完 期盼地看着花容 花容有些慌 下意识地推辞 大小姐太抬居奴婢了 奴婢只会绣东西 不懂打理铺子的 打理铺子其实并不难 只要东西够漂亮 自然有人买 我铺子里的绣娘都太平庸了 做出来的东西也平平无奇 之前赏花宴 你做的团扇很漂亮 我想让你画些不一样的绣样图案出来 兴许能让铺子起死回生 这对花容来说倒是不难 不过她现在是江云锥的人 得听江云锥的 江云岚顺着她的视线看向江云锥 若是店里收成好起来 我安利芬给三哥一成 如何 二夫人是商骨出身 江云岚得了二夫人珍传 虽养在深归 做起买卖来却很有气场 江云锥扫了花容一眼 见她傻乎乎的 也不会为自己争取利益 稍微做直了些 严肃地说 既然要分红 那以后铺子的账簿 要定期送到这里来 一个月要多少图搞得有数 不能你说画多少就画多少 你成立太少了 最少给三成 若有其他方面的需求 那是另外的假 自家大哥二哥 早早地进了军中历练 唯有三哥一直没什么作为 江云岚还以为自家三哥 是个徒有其表的顽固 对我有些惊讶 不过她很快回过神来 爽快道 好 我听三哥的 三哥深藏不露挺好的 日后她的仪仗就更可靠了 江云岚回去后 立刻让人送了笔墨纸燕来 晚饭后 江云锥看了 花绒画了一幅图 笔墨纸燕卖得很贵 花绒舍不得多用 画在角落 落笔很利落 没有犹豫 线条丝滑流畅 画的是两条纠缠的藤蔓 和平日看到的蝉藤相似 但也有不同之处 江云锥想象不出 这个图案绣在衣服上面是什么样 只看了一眼 注意力便都在花绒身上 为了方便画画 神情专注 藏匿在胆怯软糯之下的自信 不经意地渗透出来 一点也不像是低人一等的丫鬟 反而有种说不出来的贵气 你学过画画 没有 只是绣得多了就会画了 识字吗 认得一些 不多 花绒现在会的 都是当初三娘偷偷摸摸交给她的 进了钟永伯府后 她除了把家规倒背如流 其他时间都在干活 江云锥让花绒写了自己的名字 花绒不常写字 字气潦草 像小孩写的 江云锥从背后握住她的手 重新把她的名字又写了一遍 以后每日饭后抄两页书 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我 江云锥原本只是想教花绒写字 说完才发觉这个姿势颇为暧昧 花绒很紧张 耳朵被她的呼吸惹得飞红一片 嫩如春桃 江云锥的毛字瞬间变暗 腊巴这日 江云锥准了花绒的架 让人送她去探望三娘 花绒彻夜未眠 第二日早早地起床收拾 见她穿了之前在内务处的粗屎丫鬟衣裙 一样首饰都没带 忍不住问 你就这样出门 花绒顿了一下 轻声说 奴婢娘亲的身子一直不好 奴婢不想穿得太花哨 这个解释挺合理的 江云锥没有怀疑 拿了自己的大肠给花绒 外面冷 穿上这个 今天钟永伯在家 所有人都要到祠堂上香 江云锥也要在家 不得出门 花绒接了大肠披在身上 江云锥个子高 大肠穿在她身上还不到脚踝 花绒穿上去脱了地 得用手拎着一些才行 像是偷穿大人衣服的小孩 想到王清云的样子 江云锥有些担心 花绒会受欺负 叮嘱了一句 胆子大些 御事别怂 好 说是护送声势也不能太大 江云锥只从执行院 找了个叫隋风的小丝 和花绒一起回去 马车穿过闹市 走过小桥 最后驶入一条 萧条破败的巷口停下 巷子太窄 马车进不去 连天光似乎也透不进去 怕会弄脏 花绒下车的时候 没穿江云锥的大厂 又拿了几个铜板 让车夫和隋风 找地方吃饭 晚些时候再来接她 隋风有些不放心 三少爷要小的保护姑娘 小的还是和姑娘一起去吧 有时候保护也是变相的监视 花绒迟疑了下说 那你在这里等我吧 若是有事我再叫你 巷子不长 只住着几户人家 隋风没再坚持 花绒这才踏进窄巷 朝记忆中的院子走去 当初三娘牵死器 把她迈进忠勇伯府 是为了和她断绝关系 让她能清清白白地活着 可是如今 她辜负了三娘的期望 花绒在门外站了很久 都没有勇气敲门 就在她想打退堂鼓的时候 院门突然打开 一张沧桑的 布满皱纹的脸 猝不及防地映入眼帘 花绒张了张嘴 却怎么都发不出声音 还是三娘先回过神来 一把将她拉进院子 天这样冷 傻站在门口做什么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院子比花绒记忆中小了很多 进屋后 三娘倒了热水来 又献宝似的 把一盘桃酥送到花绒面前 不是说了 让你在里面好好干活 不要再见了吗 怎么还是来了 三娘的语气带着责备 面上却挂着慈爱的笑 眼底也有水光浮动 感觉自己一直被牵挂着 这些年积压的委屈 一下子涌上花绒心头 她正想扑进三娘怀里 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王清云走进屋来 没见到花绒提的礼物 王清云的脸垮下来 恶狠狠地瞪了三娘一眼 家枪带棒地说 这就是你养的白眼狼 她在忠永伯府 跟着主子吃香的喝辣的 这么多年问都不问你一句 好不容易回来还空着手 三娘有些怕王清云 弱弱地为花绒辩解 她只是个小丫鬟 出门一趟不容易 能来看看已经很有心了 哪里还有钱买礼物 她现在可不是什么小丫鬟了 她 不知道王清云会说出什么乌言会语 花绒把身上剩下的铜板都给她 时间不够 来不及买礼物 王叔你自己看着买 这些时日外面的传言 王清云也听到了 她做起了白日梦 盼着花绒 这棵摇钱树 能让她住上大宅子 吃上山珍海味 花绒给的这点铜板 王清云已经瞧不上了 但蚊子腿也是肉 王清云还是伸手来接 三娘摁下花绒 叽叽道 傻丫头 我们有钱花 你年纪也不小了 得为自己攒些钱才行啊 眼看到手的钱要跑 王清云脸色一变 杨首就给了三娘一巴掌 臭婆娘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家里的钱都被你吃药吃光了 哪里还有钱 王清云那一巴掌很用力 三娘被打倒在地 花绒芒挡在三娘面前 瞪着王清云 有话好好说 别动手动脚 王清云还想从花绒身上捞钱 忍下怒火说 他吃药吃多了 这两年脑子也糊涂了 老实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我打他 也是想让他清醒点 三娘很怕王清云 连忙复合 对 我是有些糊涂了 你王叔平时对我很好的 当年是王清云花光积蓄 为三娘和花绒熟的身 花绒和他接触不多 但感觉他的脾气还算不错 之前见面花绒 虽然觉得王清云 变得有些势力贪财 怎么也没想到 他现在会这样恶劣 当着他的面 他都敢动手打三娘 背地里 他又会怎样对三娘呢 花绒不敢往下想 见三娘唇脚被打出了血 扶起三娘就往外走 王清云堵住门口 恶狠狠地问 你们去哪 三娘受伤了 我要带他去看大夫 顺便让大夫看看 他是不是真的糊涂了 就是挨了一巴掌 又不会死 哪里值得去看大夫 王清云满不在乎 不打算让路 花绒醋眉 三娘抓着他的手说 我真没事 不用看大夫 要是耽误你回府就不好了 三娘的眼底全是哀求 花绒只得了一天 嫁来探望三娘 就算这会儿为三娘出了头 他一回去 受折磨的还是三娘 说到底 他也身不由己 护不住自己想要保护的人 喉咙梗得厉害 鼻子也跟着发酸 花绒咬了下舌尖 没让自己哭出来 以后的月钱 我会自己送过来 要是让我发现 三娘身上有被虐待的痕迹 你休想从我这里拿到一分钱 不仅如此 我还会把三娘受的伤识 被百倍地还到你身上 心里憋着气 花绒的语气颇狠 然而他眼眶红得厉害 明显是要哭了 威慑力还是打折扣 闹成这样 花绒没有留下来 陪三娘吃饭 直接坐马车回府 刚从后门进去 便遇上江云锥 他换了身小丝的衣服 明显是想偷溜出府 看见花绒 江云锥面色一沉 大步走到他面前问 谁欺负你了 回三少爷 没人欺负奴婢 没受欺负你哭什么 江云锥并不相信花绒的话 眼神灵厉地扫向随风 花绒挡在随风面前 淡淡地说 真的没有人欺负奴婢 是奴婢太久 没见三娘 发现他衰老太多 有些难过 花绒在马车上哭过 但下车前 他已经平复了情绪 泪痕已干 只有是眼眶还红着 江云锥没有深究 见花绒没穿他那件大厂 让随风去马车上 把大厂拿来 亲自给花绒披上 他穿着之前的下人衣裙 衣衫单薄 整个人也是单薄的 瞧着就可怜 花绒道了谢 小心地拎着大厂怕弄脏 又问江云锥 三少爷是有什么急事要出门吗 本来有 现在没了 江云锥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花绒愣了一下反应过来 他好像是专门来找自己的 约莫是因为演戏要演全套吧 腊八之后便是年关 府上所有人都为了置办年货 和年夜饭忙活起来 花绒在执行院倒是落得清闲 院子里人手足 洒扫和剪窗花的活都不需要他干 花绒便在闲暇之余 做了几个伏带背着 江云锥虽然还没有成婚 毕竟年龄摆在那了 若是碰到小辈登门拜访 也要打赏些物件图个好兆头 这日午后 江云锥在看书 花绒在做伏带 江云篮送来账簿 那些图样很受欢迎 我让绣娘绣在圈帕上 又按照花绒说的染上香味 这两个月 铺子盈利不少呢 江云篮很开心 不仅铺子的生意好起来 二夫人的病也好转了不少 年关近了 二老爷惧怕钟永伯 在家里的时间也多起来 花绒看不懂账簿 也不觉得铺子里的盈利 和自己有关系 把账簿递给江云追后 便去欺查 回来便看到江云篮 拿着自己做的伏带爱不释手 伏带并不是什么罕见之物 但大都只是绣个福字 或者元宝在上面 花绒在福袋上 绣的却是今年的生肖兔 兔子的形态并不一样 有的抱着元宝憨态可居 有的捧着福字软萌可爱 针脚细密 活灵活现 这个好可爱呀 我要让店里绣娘也这么做 江云篮满脑子都是商机 却遭到自家三哥的拒绝 这是我院里的东西 谁允许你拿到店里去卖 放下 江云锥板着脸 一脸不悦 江云篮舍不得错失商机 试图劝说 我自然不敢卖三哥屋里的东西 请花绒姑娘另外画些图样给我也行 不行 江云锥态度坚决 江云篮不好再劝 只能拖而求其次 既然三哥不愿意 我也不勉强 那如果有人问起这个福袋 三哥能不能说是从我那铺子里买的 这两个月的卷帕 虽然卖的多了些 但来铺子里做衣服的人并不多 还是要想办法 多吸引些客人到铺子里才行 江云锥没应声 翻看着手里的书 好像书里的内容格外吸引他 江云篮等了一会反应过来 忙取下万间的一只银镯子 塞进花绒手里 这些日子辛苦姑娘了 这个你先拿着 以后我瞧见适合姑娘的再买来送你 镯子颇尘 足有好几两 上面刻着繁复的花纹 漂亮的不像画 花绒下意识地想推辞 江云锥悠悠道 这是你靠自己的本事赚的 有什么不敢拿的 江云篮笑着附和 是啊 若不是三哥不肯放人 我都想中筋辟你帮我镇店了 江云篮的身份摆在那 不便抛头露面 束缚太多 到底不自在 江云篮随口一句玩笑 在花绒心底狠狠撞了一下 他是签了死气尽腹的 就算再怎么努力 也没办法为自己赎身 摆脱不了敌人一等的命运 所以别人欺他辱他 他只能一味地忍让退缩 可是现在 他靠自己得到了赏识 甚至有人觉得 他可以管理一间铺子 那他再努力一些 是不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 便如腾万风掌 占据了花绒所有的心神 他听不到江云篮后面 又和江云锥说了什么 甚至连江云篮 什么时候走的都没发现 直到江云锥叫了他好几声 花绒才回过神来 三少爷有什么吩咐吗 花绒收起分杂的思绪 凝神看着江云锥 心跳还是有些快 为了那偶然窥得的 尚且还遥不可及的自由 江云锥好奇 在想什么 这么入神 他没看书了 正在看江云篮送来的账簿 花绒心念微动 试探着问 奴婢最近识了不少字 能和三少爷一起看账簿吗 江云锥立刻明白他的意图 挑眉问 你想学这个 花绒顿时没了底气 书和笔墨指砚 对寻常人家来说 是很昂贵的东西 只有男子才能上学堂 便是世家小姐 也只能请父子到府里教习 江云锥肯教他十字 已经是很大的恩惠了 他还想学看账簿 尾时有些贪心 花绒握紧拳头 指甲扎进肉里 很疼 三娘被打的画面浮现在脑海 花绒深吸一口气 鼓足勇气看着江云锥说 奴婢想学 求三少爷教教奴婢 他想多学些本领 让自己变得更有价值 只有这样 他才能保护三娘 屋里陷入死寂 江云锥迟迟不达 花绒的心不住下坠 他只是个通房丫鬟 对江云锥来说 他只需要乖顺听话 讨好他就够了 让他学会太多东西 养出野心 反而会很麻烦 沉默让时间变得漫长且煎熬 花绒手心出了汗 开始后悔自己的冲动 若是江云锥因此生气 把他赶出执行院 他将万劫不复 压力像快无形的巨石 压在花绒身上 就在他忍不住 想要跪下认错的时候 江云锥突然问 孙寒修说 我是故意把你留在别庄 把你送给他赔罪的 你怎么想 那一夜在破庙发生了一切 江云锥都从孙寒修嘴里 撬了出来 这些日子 他在弥补花绒 也在观察他 他的确胆小怯懦 却也坚韧聪明 这样的人 不会看不出 他和萧敏悠的关系 花绒额头的汗冒得更多 扑通一声跪下 坚定地说 不管发生什么 奴婢会永远忠于三少爷 之前在内务处 要做的是又多又杂 花绒的记忆力 被锻炼得很好 只用了一天时间 就学会用算盘 只是算法方面还不够熟悉 所以老是算错 他并不急于求成 怕被太多人知道惹来麻烦 白日仍做着自己的分内饰 只在夜里做这些 花绒自己没有发现 在他拼命学习的日子 他的肩背越来越挺 眉眼也越来越坚定自信 除夕这日 所有人都要跟钟永博 一同入宫参加除夕宫宴 一大早 闺院就忙活起来 花绒伺候将云锥穿戴整齐 又准备了两套干净衣服 外面在下雪 若是衣服打湿或者弄脏了 可以随时替换 奴婢还准备了一瓶解酒丸 以备不时之需 除了这些 花绒还背了不少有的霉的 都让随风放到马车上了 江云锥见他一脸担忧 有些想笑 多少人想进宫参加公宴 都没有资格 你这是什么表情 花绒勉力笑笑 最后帮江云锥整理了一次仪容 奴婢第一次帮少爷 准备参加公宴的行头 怕会有思虑不周的地方 所以有点紧张 没什么好紧张的 他们看的从来都不是 我穿什么戴什么 而是我爹手里握着多少兵马 又立下多少功劳 还有我这张脸 最后一句话若是别人说 多少有些自恋 但从江云锥口中说出 是事实 便是没有过硬的家事 他也能靠着这张脸左右逢源 时辰上早 天还灰蒙蒙的一片 花绒提着灯笼 送江云锥出门 快到垂花门的时候 便碰到江云飞和江云阳 江云阳嘖嘖两声 细写道 三弟 你这张脸怎么越长越好看了 要不是你才收了个丫鬟 我都想给你挑个如意郎君了 江云锥没硬声 踢了一脚雪过去 江云阳灵活地躲开 江云飞站在原地没动 只把伞一偏 挡下飞溅的雪团 火气挺大的 但你这力气不行了 江云阳评论着 回了江云锥一脚 江云阳这一脚 明显比江云锥的有气势 踢起来的雪很多 连花绒和跟在后面的隋风 都成了被攻击的对象 江云锥同样用伞挡住 但顾不上隋风 只来得及把花绒揽进怀里护住 隋风背见了一身的雪 江云阳叹了口气 三弟 你的架势练得不错 就是差了点力气 你这小丝可就太差劲了 隋风懒然道 二少爷说的是 小的日后一定加强操练 话没说完 江云阳再度发起攻击 这次他攻击的对象是花绒 花绒一点武功都不会 江云锥要护着他 就是多了个大大的累赘 江云阳的攻击非常刁钻 几个回合后 江云锥便落了下风 江云阳语重心长地劝戒 三弟 男子汉大丈夫 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取舍 不能拖泥带水 还不快丢了这丫头 好好跟二哥过几招 胜负未分 你怎知我不是你的对手 江云锥不服 下一刻却被江云阳找到破绽 江云阳抓住花绒的胳膊 用了巧劲 把他从江云锥怀里拽出去 再毫不犹豫地扔掉 花绒毫无自保之力 被江云阳扔飞 眼看要砸到墙上 一只强有力的臂膀将他接住 不等他站稳 对方就收回了手 花绒列起了下稳住身形 滴滴道 多谢大少爷 江云飞没应声 和方才一样撑着伞 没眼龙在伞下 只留给花绒一个高大疏离的背影 纷纷扬扬的雪花落到花绒身上 悄无声息地融化 带着寒意侵入皮肤 花绒默默往旁边站了些 那日他说 要重新做一件外衫 还给江云飞 如今看来应该是不必了 江云锥确实不是江云阳的对手 背上被江云阳踢了一脚血 踢完 江云阳又哥俩好地摟住江云锥的肩膀 帮他胆了胆衣服 三弟 别灰心 能跟我过这么几招 证明你还不是玩裤子弟 二哥不会笑话你的 江云锥凉凉凉地弯了江云阳一眼 一记肘击把人逼退 江云阳却不在意 又粘上去 一口一个好弟弟地叫着 红小孩似的 目送马车离开后 花绒又去看了三娘 这次王清云不在 三娘跟花绒说很多 你别怪你王叔 他是个好人 都是那些嚼舌根的人 把他逼成这样的 他能把我和你从那种地方熟出来 咱们就得一辈子念他的好 王清云当初是真的很喜欢三娘 但世俗的偏见太难改变了 所有人都在笑话 他为继子熟身 他对三娘喜欢 也在日复一日的留言中 被消耗得一干二净 花绒见三娘身上又添了心伤 忍不住说 三娘 我把钱还他 你别跟他在一起了好不好 傻丫头 你哪来的钱啊 花绒想说 自己现在已经是三少爷的人了 得了很多赏钱 却又听到三娘说 我欠他的不止钱 还有这么多年的情谊 你记得吗 那个时候他为了见我 大雪天拿着糖葫芦 在楼下一站就是一宿 也不怕把自己冻坏了 三娘说着笑起来 已经苍老的容颜 还是透出少女的羞涩 花绒哽得说不出话来 当初扬言 要为三娘熟身的人其实不少 三娘选了王清云 也是因为喜欢 三娘念的就请 不肯离开王清云 却一个劲的劝花绒 你年纪也不小了 以后别来看我了 找个脾气好对你好的人 过日子知道吗 三娘眼里含着期盼 想让花绒替他 清清白白地活下去 可他不知道 花绒已经失了身 没了清白 花绒有些绝望 却还是答应三娘 好 王清云一直没有回家 花绒吃了三娘煮的饺子 才回复 每年的除夕宫宴 都结束了很晚 快到子时的时候 雪才停下 花绒让小四 把路面的鸡血清理干净 又吩咐人备好姜茶 醒酒汤和热水 一切准备妥当 花绒发了赏银给他们 让他们去吃酒休息 自己则捧着暖炉 提着灯笼在院外候着 寒风凛冽 他多穿了一件凹子 站在外面还是冷 等了小半个时辰 江云飞才背着江云锥回来 被江云锥吐了一声 江云飞的面色颇为难看 花绒虽然害怕 还是小声问 屋里备了热水 大少爷要不要清理一下再走 这套衣服是新做的 三少爷还没穿过 大少爷先将就一下吧 花绒小心地把衣服 搭在耳房的屏风上 屏风后水声震震 是江云飞在洗澡 虽然屏风挡住视线 花绒什么都看不到 脸还是控制不住 有些发热 好在江云飞动作很快 没一会儿就换好衣服出来 江云锥和江云飞的身形差不多 衣服穿在他身上也是合身的 只是江云锥的衣服 要稍微花哨一些 和江云飞冷冰冰的气质 不太相符 屋里很安静 花绒不知道说什么好 脑袋一热 冲江云飞竖起大拇指说 好看 眉头莫尾的一句话 不知是夸江云飞好看 还是夸衣服好看 说完花绒 就想找个地洞钻起来 江云飞却拿了一定金元宝给他 花绒愣住 江云飞问 怎么 不是要赏 他以为花绒夸他好看 是为了逃赏 花绒正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听到这话连忙跪下 奴婢谢大少爷赏 夜已深了 江云飞没有酒留 很快离开 花绒为江云锥喝了醒酒汤 又打来热水帮他擦身子 一个人做这些挺吃力的 好在江云锥的酒品还算不错 夜里没在折腾 花绒不放心 在床边守了一夜 天快亮时 花绒困得不行 打会儿躲 迷迷糊糊间 听到一声吏喝 不要 江云锥自梦中 蹭了一下坐起来 他的语气难得慌乱 甚至夹杂着一些痛苦 少爷 你做噩梦了吗 灯油燃尽 屋里一片昏暗 花绒问着起身要去倒水 被江云锥拽进怀里紧紧抱住 像是怕他会消失不见 江云锥很用力 用力到恨不得把花绒 嵌进自己的骨血中 花绒被勒得有些喘不上气 却没有说话 只安静地让他抱着 等他平复情绪 不知道过了多久 江云锥的心跳恢复正常 拉着花绒重新躺下 今天初一 一早要去庆来院请安 还有不少事要做的 花绒轻声道 少爷 奴婢要 闭嘴 江云锥沉沉命令 不容拒绝地拉上被子 把花绒圈在胸膛 被窝很暖和 还残留着些许酒气 花绒僵了一会儿 到底没能敌过汹涌的睡意 再睁眼 外面已是天光大亮 花绒一惊 连忙坐起来 江云锥已经醒了 却还悠哉悠哉地躺在床上 花绒抱着一丝侥幸问 少爷 你去主院请安回来了吗 没去 江云锥毫不犹豫地回答 还把锅推到他头上 你一直压着我的胳膊 不让我走 他没了从噩梦中惊醒的慌乱 恢复素日的桀骜不羁 眼底勤着些许欣慰 故意逗花绒玩 想看他惊慌害怕 都是奴婢的错 花绒迅速认错 却不像之前那样六神无主 立刻拿了干净衣服 伺候江云锥更衣 收拾妥当 两人一同前往沁兰院 已经快到五十 来请安的人都领了打赏离开 钟永伯不在 因是刚和管事确认了 晚给各家送礼的礼单 见江云锥进屋 淡淡地责备了一句 怎么这么晚才来 江云锥满不在意 在他眼里我就是废物 来得再早 他也不会带我去皇陵 江家是武将士家 祖上有人立下的功绩太高 被葬入了皇陵 钟永伯每年初一 都会去皇陵祭祀 今儿才初一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 因是横了江云锥一眼 到底还是心疼 片刻后又放软语气 关心他大醉一场 脑袋疼不疼 会不会难受 江云锥不想聊这个话题 态度很敷衍 因是知他油盐不尽 叹了口气 指了话题 拿出一个厚实的红包给他 过完年你就二十一了 做事稳重些 别总气你爹 江云锥收红包收很爽快 嘴上答的却是 是他看过哪哪都不顺眼的 因是气节 想到大过年的 没与他争辩 看了花蓉一眼 招招手道 过来 花蓉恭敬的上前 下一刻手里多了一个福袋 花蓉没想到 因是会给自己打赏 不由得诧异 因是定定的看着他 一位深长的说 以你的出身 原本是没有资格 在三少爷身边伺候的 但三少爷很看重你 非要把你留在身边 我也不说什么了 只要你把那些心思 用到正道上 好好伺候三少爷 府里亏不了你 花蓉忙跪下谢恩 在气来院用过午饭 花蓉才跟着江云锥回执行院 江云锥 让花蓉帮自己按了会儿间 才从怀里摸出一样东西 丢给花蓉 漫不经心道 昨晚辛苦了 这是给你的 可别说 我这个做竹子的亏待你 江云锥丢的随意 花蓉差点没接住 并惊一看 手里的是 支圆滚滚的金兔子 兔子眼睛大大的 前肢交叠在一起 像是在拱手拜年 娇憨可爱 兔子是实心的 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比音是赏的金瓜子 分量众多了 还残留着江云锥的体温 有些灼人 大夫人已经打赏过奴婢了 少爷不用 花蓉话没说完 江云锥就沉了脸 悠悠地问 怎么 别人给的你都收 我给的你就不要 这话有些严重了 花蓉连忙摇头 乖乖收下兔子 没多久 江云兰派人送来礼物 花蓉也有份 是一串白银的珍珠项链 下午还是不断有人送礼物来 花蓉也让随风带人 把准备好的礼物送出去 吃过晚饭 才慢慢拆礼物 这些礼物都要系上册子 还要腾钞一份交给管事 一来方便回礼 二来也方便管理 免得有遗失 江云锥对这些不慎在意 在一边看书 交给花蓉全权负责 花蓉把东西拆完放好 最后拿着一个茶饼 来到江云锥面前 这个没有写名字 奴婢也不记得是谁送进来的 少爷可以有印象 茶是很普通的普洱茶 并不贵重 但包得很用心 不记得 扔了吧 江云锥看了半赏才回答 却在花蓉准备扔掉的时候 又抢了回去 郑重地收进抽屉里 花蓉脑子灵光一闪 突然意识到 这茶饼可能是出自 齐王妃萧明忧之手 可齐王妃之前 不是都要跟江云锥撇清关系吗 送这个茶饼来又是什么意思 过完年没多久就入了春 春雨多起来 经浙那日 春雷滚滚 狂风大作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 冲毁了云山寺的设立塔 历刃方丈的设立子 为泥石流卷走 寺中僧人和刘素的香客 都受了伤 云山寺是昭灵的百年古寺 香火急盛 地位崇高 消息传进宫里 不多时 便有工人到中永伯府宣旨 让江云锥负责此次修缮寺庙的差使 工人离开后 花蓉被叫去了沁兰院 殷氏坐在主位 周身气压很低 神情有些焦躁 奴婢见过夫人 花蓉上前行礼 殷氏冷层层地看着花蓉 问 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奴婢不知 还请夫人明示 云山寺的设立塔被冲毁了 陛下下令 让三少爷带人去修缮 此行少说要半年时间 你跟着一起去 是 请夫人放心 奴婢一定会尽心竭力 照顾好少爷的 花蓉弯着腰 低眉顺眼得很是恭敬 殷氏却还是一脸担忧 去寺里上香的鱼龙混杂 难免有居心不轨的人 我让你去 不单单是照顾阿锥 更要警惕那些 不甘不敬的红妹子 进他的身 懂吗 话里藏着疾风 透出危险 花蓉的腰更弯了些 低省保证 奴婢明白 奴婢不会让居心不良的人 接近三少爷的 若你没本事留住阿锥的心 也不必留在府里了 殷氏说的决绝 没给花蓉留余地 花蓉不明白 因是为何会如此担心 直到他在云山寺 见到了肖明忧 山路多处被泥石流冲毁 香客滞留寺中 香房不够 所有人只能挤在大殿中 几日没睡好 肖明忧看上去狼狈又憔悴 没了在齐王府时的清冷高傲 像开得正艳的梅花 被人从枝头折下 丢进脏兮兮的泥里 肖明忧的反应比花蓉惊讶多了 确定自己没有看错了 他下意识地往花蓉身后看了一眼 只一眼 不带什么情绪 转瞬即逝 除了花蓉 谁也不会发现 肖明忧很克制 伺候他的桃花就完全不同了 他直接冲到花蓉面前问 你怎么来了 江三少爷呢 几次见面 桃花的态度都明显凌驾在花蓉之上 花蓉之前被欺压惯了 并不觉得有什么 这些时日读书时字 又学会了看账簿 后知后觉的 觉出不对劲来 他和桃花都是奴才 各似其主 谁也不比谁高贵 桃花瞧不上他 要么是不把江云锥放在眼里 要么就是有自信江云锥 会纵容他的行为 桃花一直在肖明忧身边伺候 跟江云锥不可能有什么交情 他的底气 只能来自肖明忧 花蓉眸光微闪 淡淡回答 三少爷有事要忙 姑娘有什么事的话 奴婢可以代为转达 花蓉没有透露江云锥的行踪 桃花眉头一皱 表情有些不耐 刚想说些什么 肖明忧抢先道 桃花 不得无礼 简简单单一句话 桃花顿时变了脸色 委屈地说 我家王妃腿伤得很严重 麻烦让江三少爷 派大夫过来看看 能夜宿云山寺的香客 都非富即贵 宫里特意派了好几位御医同行 花蓉立刻请了一位御医 来为肖明忧诊治 大殿里人很多 男女皆有 看诊并不方便 花蓉请僧人用金帆做帘子 隔出了一个角落 作为临时的诊室 肖明忧在御医的注视下 缓缓撩起裙摆 一条血淋淋的腿映入眼帘 有些地方甚至有些发农溃烂 花蓉有些被吓到 桃花更是直接哭出了声 王妃 你伤得这样重 怎么不与奴婢说啊 肖明忧很镇定 笑了笑说 寺庙里人手不够 药材也不够 还有比我伤得更重的人 我忍一忍也没什么 桃花气不成声 花蓉忍不住问御医 大人 王妃的腿能痊愈吗 御医仔细检查了肖明忧的伤 点点头说 虽然耽误了几日 但只要好好休养 会好起来的 御医说完 让花蓉找了一截木头 给肖明忧咬着 我要帮王妃清理伤处 但麻沸伞已经用完了 会很疼 辛苦王妃忍一忍 好 肖明忧的声音依然平静 脸却有些发白 到底是怕疼的 花蓉迟疑了下 上前扶住肖明忧 御医倒了酒在肖明忧腿上 肖明忧咬紧木头 痛得闷哼 花蓉的胳膊也被他死死掐住 花蓉疼得皱眉 忍着没有吭声 御医的动作很快 约莫一斩茶的功夫 便帮肖明忧清理好伤处 正要上药 帘子被掀开 清淡的茶香 随风涌入花蓉鼻尖 随后 肖明忧像是撑到极限 齿关一松 嘴里的木头掉落 痛苦的 细软的哭声泄了出来 疼 肖明忧声音发着颤 眼泪也像断了线的珍珠 不住滚落 都说美人在鼓不在皮 花蓉却觉得 肖明忧的美不止鼓相 就连哭出来的泪都是美的 御医迅速帮肖明忧上好药 缠好纱布 花蓉和桃花一起扶着肖明忧出去 一先连就看到江云锥靠墙站着 上山的时候 不管是修路还是清理泥石 他都要亲自带头 这会儿身上早就沾满泥浆 没了素日的金贵优雅 多了落魄 江云锥看了肖明忧一眼 说 你的院子已经清理出来 不用挤在这儿了 多谢江三少爷 肖明忧汗手道谢 脸上泪痕未干 眼睫还是湿的 江云锥咬了咬后草牙 吩咐花蓉 送其王妃回去休息 需要什么直接来找我 这里还有很多事需要忙 有桃花在我身边就够了 肖明忧很是顾全大局 桃花却扑通一声跪下 哭着说 江三少爷 求你看在过去的情分上 可怜可怜我家王妃吧 王妃本来身子就弱 现在腿又伤成这样 住在那又湿又潮的屋子里 肯定会生病的 他们还在大殿里 桃花的声音很大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过来 所有人也都听到 江云锥和肖明忧过去有过情分 桃花 你胡说什么 肖明忧历声呵斥 表情有些慌乱 似是不知该怎么解释 更加坐实了桃花的话 花蓉事实上前 拉了拉江云锥的袖子 软声道 少爷 王妃之前帮过奴婢 少爷能不能看在奴婢的面子上 帮帮王妃 看在花蓉的面子上 江云锥把自己的住处 让给了肖明忧 花蓉和随风 一起把江云锥的东西搬走 临走前 肖明忧忍不住说 晚上很冷 寺里的被子还没晒干 姑娘还是早些 派人下山买些被子吧 江云锥 平日虽然养尊处优 这次上山 却一点也不矫情 吩咐花蓉轻装减刑 不能耽误上山的进度 所以花蓉只让随风 带了些换洗衣物 还有致跌打损伤和风寒的药 被子确实没有准备 肖明忧应该也不是担心 他会受冷 而是担心江云锥 花蓉垂眸 恭敬道 多谢王妃提醒 不过今日天色已晚 这个时候下山怕是来不及了 山路已经修好 明日一早 内务府会派人送东西上山 肖明忧点点头 柔柔道 是我多虑了 还是姑娘想的周到写 肖明忧要休养 花蓉没有过多打扰 轻点完东西离去 桃花关上门 脸顿时垮了下来 轻蔑地说 这才几日不见 他还真看得起自己 竟敢如此与王妃说话 这次上山是为救灾 花蓉穿得并不花哨 身上也没什么配饰 王妃的时候低调很多 但他在江云追身边的存在感 却变强了很多 看上去也没有之前怯懦胆小了 肖明忧没有应声 安安静静坐着 桃花见状忍不住着急 王妃 若是那件人勾走了江三少爷的魂 咱们可怎么办呀 来寺里烧香的达官贵人多 寺里的斋饭味道很好 环境也很清幽 时不时来小住几日 当然很惬意 但要日日都在这深山老林待着 活着有什么意思 肖明忧先眸看了桃花一眼 我与他早就恩断一绝 你说这些也不怕被砍脑袋 肖明忧的声音仍是温温柔柔的 语气却很冷 桃花打小就在他身边伺候 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打了哆嗦 连忙跪下自己掌嘴 奴婢失言 求王妃恕罪 肖明忧没喊停桃花不敢停 就这样打了二十几个巴掌 脸明显肿起来 才听到肖明忧说 好了 晚些时候自己去赔罪 好好想想该说些什么 桃花转了转眼珠 很快明白过来 脸上露出喜色 他就知道王妃不会坐以待毙的 肖明忧身份特殊 并不和其他乡客一起住乡房 而是独自住在后山的禅院里 禅院在暴雨中也受到了冲击 但并不像其他乡房那样受损严重 左边院墙被一块巨石撞出了裂痕 屋顶碎了些瓦 屋里东西都被打湿 江云锥已经让人打扫过 屋里墙壁虽然还有些湿 却并不影响住宿 花容把东西放好 打开门窗透气 而后去了厨房 但修缮寺庙的匠人和随行的官兵 还是要吃些荤腥才有力气干活 花容问了方丈 方丈同意一顿做两个荤菜 但寺里的僧人还是吃素斋 从厨房出来 花容又去大殿帮了会忙 直到暮色降临 才去厨房端了饭菜回禅院 进门时冷不丁看到门口跪了的人 吓了一跳 谁在这里 花容大声呵斥 脑子里闪过各种离奇可怖的惊怪故事 奴婢来请罪 是桃花 花容松了口气 正要问他请得哪门自罪 将云锥带着随风步入院中 先一步发问 你犯了什么罪 奴婢白日一时情急说错了话 三少爷和我家王妃并无就情 旁人误会都不要紧 还请花容姑娘莫要因此心生芥蒂 与三少爷离心 桃花说着用力磕了几个头 态度诚恳极了 却让气氛变得微妙起来 沉默良久 将云锥问 他让你来的 桃花连连摇头 是奴婢自作主张来的 王妃带奴婢向来宽厚 便是奴婢说错了话 也不会苛责奴婢 只是王妃回去后 默默哭了好久 奴婢猜想 可能是说 错话让王妃不高兴了 所以前来请罪 花容回来的迟 禅院里尚未点灯 只有随风手里提着一盏灯笼 山里夜风大 灯笼被吹得不住晃动 江云锥的神情 在明明灭灭的光影中 越发灰暗深忧 花容一颗心控制不住发紧 明知可能会惹恼江云锥 还是开口说 齐王刚刚病故 王妃也有可能是想到 齐王才伤心难过 这话一出 桃花立刻恶狠狠地 瞪了花容一眼 但齐王妃上是心寡 桃花可不敢反驳说 萧明忧不是在想齐王 而是在想江云锥 江云锥周身的气息更冷了些 你家王妃心情不好 你更应该好好伺候着 这次说错话不要紧 以后记得不要再说错 江云锥说完直接进屋 桃花打了个寒战 又听到花容说 三少爷对奴婢很好 奴婢不会恃宠而骄 更不会因为一些小事 和三少爷离心 王妃不必顾虑这样躲 目送桃花离开 花容端着饭菜进屋 屋里 隋风刚帮江云锥 脱下满是泥浆的外山 瞥见花容 江云锥冷声命令 出去 话不是对花容说的 隋风应声退出去 屋里气氛有些沉 花容装作感知不到异常 摆好饭菜轻声道 从厨房出来走了一路 饭菜都要冷了 少爷先吃饭再沐浴吧 江云锥抬眸腻着花容 眼神很冷 隐隐有怒气翻涌 看过几天书 认了几个字 你就有胆子插手我的事了 奴婢不敢 花容低头 姿态乖顺 只是齐王妃身份特殊 四里人多嘴杂 小心些总归是好的 你还会找这种 冠冕堂皇的借口了 江云锥拔高声音 看花容的眼神 像是看着一只白眼狼 花容不想惹怒她 想了想说 在奴婢眼里 齐王妃端庄高贵 像是仙女一样 不染尘埃 但她身边那位 叫桃花的婢女 看着心思并不单纯 少爷难道不觉得 她在故意说一些话 让你心疼吗 花容没有做过 争风吃醋的事 也不知道后宅妇人 勾心斗角的伎俩 她只是凭直觉感知 然后如实地告诉江云锥 她本以为江云锥 会很快想明白这件事 却听到江云锥 冷森森地讥笑 刚开始 我以为你是只 胆小怕事的兔子 现在才知道 你是半猪吃老虎的狐狸 江云锥的反应 打了花容的措手不及 不过她很快镇定下来 没有和江云锥争辩 跪下认错 奴婢不该妄自揣测 齐王妃和她身边那位婢子 求少爷恕罪 这些时日花容 体会到了有靠山的滋味 她不再被人任意欺辱 还得到了很多打赏 王清云在找上门来的时候 她不用再为了钱发愁 甚至可以让三娘 过上更好的生活 花容想学更多的本事 赚更多的钱 能帮她成长起来的 只有江云锥 花容认错认得很快 江云锥的怒气 却不是这么轻易能消的 她走到桌边坐下 冷冷命令 跪外面去 花容乖乖跪到屋外 等江云锥吃完饭 随风带人送来热水 片刻后出来 对花容说 少爷让你进去伺候 跪的时间不算太久 起身的时候 膝盖还是有些疼 花容皱了皱眉 眉感耽搁 面色如常进屋 江云锥已脱了衣衫 坐进浴桶里 闭目养神 蒸腾的热气 让她的眉眼变得模糊 却还是冷的 花容不敢出声打扰 默不作声地上前 帮她按摩搓背 快结束的时候 江云锥突然问 带金疮药没有 带了 找出来给我 江云锥没有受伤 明显是要送药 给萧敏忧 花容有些担心 却不知道该如何劝说 给江云锥药的时候 试探性地说了一句 奴婢陪少爷一道去吧 有她在 就算被人看到 好歹还能遮掩一下 花容是想帮江云锥打掩护 落在江云锥耳中 却是截然不同的意味 怎么 要替我娘监视我 我要是真想干点什么 凭你也拦得住 花容急忙解释 少爷误会了 奴婢没有 江云锥不想听 拿着要大步走出禅院 直到后半夜才回来 花容一直没睡 见江云锥回来立刻迎上去 想要帮她宽衣 却被江云锥避开 我自己有手 不用你伺候 她胸口的位置 被打湿了一小片 像是有人靠在她怀里 大哭了一场 花容默默退到一边 第二天一大早 江云锥就去监工了 花容不想惹她心烦 早饭都是让隋风送去的 自己则去寻了地方 洗江云锥换下来的脏衣服 洗到一半 桃花来了 水潭很宽 她却非要挤到花容旁边 不客气地要求 你往旁边让让 之前我都是在这个位置洗的 花容把东西往旁边挪了些 桃花却觉得不够 蹲下来的时候 故意撞了花容一下 花容险些被她撞进水潭里 忍不住瞪了她一眼 你这么看 我做什么 我又不是故意的 谁让你离我这么近 桃花一点愧疚感都没有 语气反而有些挑衅 花容握了握拳 正想端起木盆 去水潭的另一边 桃花身腿扮了花容一脚 潭边本就湿滑 还都是石头 花容重重地摔在石头上 木盆滚落在地 洗干净的衣服 重新沾满泥沙 花容的肋骨被石头撞了一下 疼得眼前一阵阵发黑 一时动弹不得 桃花在花容面前蹲下 一脸的幸灾乐祸 哎呀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脸都白了 一定摔得很疼吧 花容疼得说不出话来 桃花朝她吐了口唾沫 撕去伪装露出本来面目 一个被记贼养大的剑蹄子 连给三少爷提鞋都不配 竟还好意思缠着三少爷 这次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 你若是还敢恬不知耻地勾引三少爷 下次可就不是摔一跤这么简单了 桃花说着 把木盆踹得更远了些 山上有瀑布 水潭正好在瀑布下方 桃花说了什么 桃花说完回去洗衣服 等她洗得差不多了 花容才缓过劲慢慢爬起来 肋骨不知道是不是撞断了 动一下就钻心地疼 花容顾不上捡衣服 捂着妖父想先去看伤 桃花突然大叫起来 救命啊 我不会游泳 谁来救救我呀 话音落下 桃花直接跳进水潭里 花容尚未反应过来 江云锥便带人赶到 桃花背就醒后 看到花容就像看到鬼一样 哆哆嗦嗦地求花容不要杀她 江云锥抓住花容的胳膊 难以置信地问 你做了什么 江云锥很生气 力气很大 花容的胳膊 昨天被肖明忧掐伤 被抓得很疼 但她没有慌乱是错 看着江云锥的眼睛说 奴婢什么都没有做 是她自己跳下去的 山里的水很冷 桃花冻得晕过去 没办法问话 只好先送她去房间 因桃花的指控 花容被扣上杀人的罪名 被带到寺里的厮锅店 不多时 肖明忧闻讯赶来 她没有责怪花容 而是一脸歉疚 桃花性子急 说话做事都很冲动 我相信花容姑娘不会害她 她落水了 神志不清 才会胡乱说话 我先带她向姑娘道歉 肖明忧都没有问事情经过 很坚定地相信 花容是清白的 花容有些茫然 她原本以为 桃花做的事 都是肖明忧在背后受益的 这样一看 又觉得不大可能 江云锥这会冷静了不少 扫了花容一眼 对肖明忧说 真相如何还未可知 你不必一出事 就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来 四里差点出了命案 方丈很快带着四里五僧 赶到思过殿 花容这才当着众人的面 把事情经过说出来 奴婢不知道 她为什么要自己跳下去 奴婢被半岛摔那一跤 应该是把肋骨摔断了 连走路都困难 尾时没有力气 再把一个人推下水潭 御医还在四里 可以让御医验商 查证奴婢所言是否属实 从摔倒到现在 花容一直在忍疼 面白如指 御医很快被叫来 查验完花容的伤势 严肃道 这位姑娘伤得很重 需要马上进行治疗 不然恐有性命危险 江云追没想到 花容伤得这样重 面色发沉 萧明忧连忙说 四里的药材够吗 可要回城治疗 萧明忧的语气满是关切 御医皱了重眉说 现在回城会加重她的伤势 只能先在四里治疗 等情况好转些 再回城 萧明忧垂眸 眼下眼底的失望 而后恳切地对御医说 这位姑娘是被我的婢女所伤 无论用什么药 请一定要治好她 御医用木板 帮花容固定了骨头 之前她都是硬撑的 上完药只能躺在床上 哪儿也去不了 桃花醒来后 一开始坚称是花容 故意把她推下水的 听说花容伤得严重 根本没办法推人下水 她便改口说 是她和花容 为了抢位置起了争执 失手推了花容一下 花容扬言 要让江云追杀了她 她一时害怕 便自己跳下水潭 抢占先机 反咬一口 桃花承认是自己 跳下水潭的 也承认害花容受伤 和花容说的基本吻合 便也没人追究 两人到底有没有起争执了 毕竟她和花容无冤无仇 怎么会无缘无故 故意挑衅伤人 御医走后 萧明悠来到床前 拉着花容的手说 这件事是桃花不对 但她打小就在我身边伺候 跟了我很多年 我想替她求个情 花容姑娘能不能原谅她 萧明悠的语气特别诚恳 眼眶也有些红 似乎对花容的伤痛感同身受 但她如果真的能感受到 花容的痛苦 就不会不要桃花付出任何代价 轻易地让花容说出原谅 花容垂下眸子 淡淡道 王妃身份尊贵 伪实是折杀奴婢了 而且奴婢并没有处置 任何人的权利 萧明悠真要求情 也该去求江云锥才对 以她在江云锥心中的地位 江云锥应该不会重罚桃花 花容只是实话实说 萧明悠却像是受了什么欺负 眼睛一眨 落下泪来 与此同时 江云锥走进屋来 我知道花容姑娘心里有气 是我没有管束好手里的丫鬟 若是能让姑娘解气 姑娘打我几下也是可以的 萧明悠说完 抓着花容的手就要打自己 江云锥一个剑步上前 抓住了萧明悠 你在做什么 萧明悠四十没想到 江云锥会出现在屋里 慌乱的事累 我担心花容姑娘来看看她 顺便再好好的道歉 人又不是你推的 为什么要你来道歉 江云锥的声音很冷 带着怒气 却不是冲萧明悠 反而更像是心疼 花容不想打扰两人 但她的手还被萧明悠抓着 怕牵动伤处 小声开口 王妃能不能先放开奴婢 奴婢疼 萧明悠忙松开手 又道了赐歉 怕江云锥误会 自己对萧明悠白脸色 花容强撑着笑了笑 柔柔道 没关系 奴婢皮糙肉厚 不会有事的 多谢王妃相信奴婢 王妃不必如此愧疚 萧明悠还想再说些什么 江云锥呼的开口 人不是你推的 不用你来道歉 但做错了事的人 不能不付出代价 这话听起来颇有些不近人情 萧明悠诧异地看了江云锥一眼 随后红椎眼说 桃花比我小四岁 入府后便一直跟在我身边 与我情同手足 我愿意带她向花容姑娘赔罪也不行吗 这次你能带 日后她若是杀了人呢 江云锥反问 声音有些大 带了责备 萧明悠浑身一颤 说不出话来 红椎眼冲出房间 江云锥没有追出去 脸色很难看 花容不知道能说什么 安安静静地装作自己不存在 过了会儿 她听到江云锥问 手上的伤怎么来的 刚刚萧明悠抓花容手的时候 袖子滑下去了一截 胳膊上的掐伤露了出来 花容不敢告状 含含糊呼呼地说 可能是摔下去的时候磕的吧 江云锥重新把袖子撩起来 指着上面的痕迹问 磕在什么样的石头上 能磕出这样的伤 江云锥非要问个究竟 花容没办法 只能如实回答 昨日御医给齐王妃置腿伤 齐王妃太疼了 不小心抓的 萧明悠的指甲留得挺长的 那些掐痕很深 今天被江云锥大力拽了一下 有的地方又冒出血来 江云锥捧着脸 问昨天怎么不说 一点小伤 说出来怪矫情的 反正不会有人在意 花容没把真实想法说出来 怕江云锥觉得她在抱怨 平静地说 少爷要忙正事 奴婢不想用这些小事打扰少爷 况且和王妃的腿伤比起来 奴婢这点疼不算什么 花容说完笑了笑 叫人看不出一点委屈 江云锥心头莫名置了一下 问你想怎么处置她 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 按照这个逻辑 花容摔断了两根肋骨 受了这样的痛 桃花也该断两根肋骨 但江云锥都因为这件事 把萧明悠弄哭了 花容不敢提要求 乖顺地说 奴婢都听少爷的 商畜疼得厉害 花容几乎一夜没睡 不能翻身 躺着也很难受 天快亮的时候 好不容易睡着 没一会儿便被 戚戚爱爱的哭声吵醒 桃花正跪在床前 见花容醒了 立刻哭求 奴婢之错 求姑娘原谅奴婢吧 桃花这次的道歉诚恳了很多 她的脸很红 像是发着高热 全然没有在水潭边 欺负花容的嚣张 商畜疼得厉害 花容没有丝毫动容 但莫道我担不起桃花姑娘 行如此大礼 桃花姑娘还是请回吧 桃花不肯走 执拗地跪着 哭得更真切的些 姑娘若是不肯原谅奴婢 江三少爷就要剁奴婢一只手 只要姑娘能消气 让奴婢做什么都可以 花容没想到 江云锥会对桃花罚得这样重 愣了一下 不过转瞬她便想明白了 江云锥不是要为她讨回公道 而是忠勇伯府的人 眼底都容不得沙子 桃花当众撒谎 踩了江云锥的底线 我就是个奴婢 不敢对主子指手画脚 你求错人了 花容不想多管闲事 桃花还想说些什么 江云锥带着随风走进屋来 江三少爷 奴婢知错了 求你饶了奴婢吧 桃花扑上去抱住江云锥的腿 哀嚎着求饶 江云锥不为所动 让随风把人拖出去 没一会儿 桃花的哭声就听不见了 花容干不了活 只能口头关心一下江云锥 少爷怎么回来了 还不到五十 按理 他该在外面监攻才对 江云锥皱眉看着花容 似乎遇到了什么难题 两久 花容听到他问 从昨天到现在 你都没有如厕 不觉得难受 江云锥没说的时候 花容不觉得 被他一说 想如厕的感觉 便汹涌而来 花容从来没有跟人 讨论过这个问题 更没有想过 自己有一天 需要在别人的帮助下如厕 脸烧得厉害 花容强装镇定 说 谢少爷关心 奴婢感觉已经不那么疼了 可以自己去 玉姨说 你至少要卧床半个月 才能下地走动 你以为自己是铁打的 才一晚上就不疼了 江云锥半个字都不信 拿了夜壶来到床边 花容的脸越发的红 急急道 奴婢现在不想如厕 实在太难为情了 花容抗拒得很 他这模样 像是又回到那日 在假山洞里 慌乱又害怕 江云锥挑眉 满不在乎地说 又不是没见过 这么紧张做什么 开了婚的男人 都是狼仔子 成天只想吃肉 花容没到执行院前 江云锥还忍着 到了执行院后 他就食髓之味 再也没委屈过自己 对花容的身体 早就了如指掌 花容浑身都烫起来 眼眶也跟着发红 说不出拒绝的话来 江云锥愿意屈尊降贵 帮他解决如厕的问题 是他的福气 他要是一直扭捏作态 就只能拉床上了 花容咬唇 正要克服羞耻 答应下来 房门被敲响 肖明忧的声音传进来 花容姑娘 是我 我来给你送药了 江云锥正了一下 打开房门 肖明忧果然拿着 要站在门外 他似是没想到 江云锥这个时候 会在屋里 先是一愣 随后欠然道 抱歉 是我打扰你们了 我 肖明忧说着后退 却牵动腿上的伤 一个不稳便要栽倒 江云锥忙 伸手接住 不等站稳 肖明忧便急急地 推开江云锥 又把药塞进江云锥手里 药以送到 我先走了 说完转身便走 但他腿上有伤 哪里走得快 被江云锥拉住 男女兽受不侵 请江三少爷放开我 肖明忧冷声提醒 试图挣扎 江云锥直接沉着脸 把他拦腰抱起 压着怒火低赤 腿伤成这样 还到处乱跑 生怕自己变不成残废 肖明忧的眼眶瞬间红了 靠在江云锥怀里 闷闷地说 我没管好丫鬟 伤了你的心头号 这些都是我应该受的 不是吗 话里满是自责 还有浓浓的悲伤 清冷的表象碎裂 露出里面脆弱不堪的灵魂 江云锥的手紧了紧 等着脸没有应声 进屋后 江云锥让江云锥让江云锥坐下 伸手去撩他的裙摆 肖明忧阻止了他 平静地说 我没事 他的神情平静 额头却满是冷汗 唇也有些苍白 分明是疼得不行 江云锥在他面前蹲下 不容拒绝地撩起裙摆 被血浸透的纱布映入眼帘 江云锥的脸沉下来 抓住肖明忧的脚踝 问 这还叫没事 江云锥的手掌宽大 掌心灼热 肖明忧被烫得一颤 伸手盖住江云锥的眼睛 带着哭腔说 别看 很丑 山里比城里冷 走了一路 肖明忧的手很凉 不止挡住了江云锥的视线 还带来一股清烈好闻的茶香 和生辰难日 送到府里的茶饼味道一样 而且 他不是因为两人身份悬殊 不让他看 而是因为伤处太猙獰丑陋 不愿意让他看见 江云锥的喉结 不由自主地滚动了下 房间里的气氛 瞬间变得淫泥起来 便是花容这个旁观者 都感受到了某种被禁锢 一名御医带着衣女匆匆赶来 御医先帮肖明忧重新换药 等医女帮花容解决了如厕问题 再帮花容换药 换药须坐起身才行 折腾了一番 花容疼得几乎要晕过去 考虑到两人行动都不方便 御医把医女留下帮忙照顾 刚刚肖明忧一直要走 这会儿江云锥不在 她反倒稳坐如山 等医女去煎药了 肖明忧倒了一杯水 一瘸一拐地送到床边 花容姑娘一定渴了 喝点水吧 花容是有点渴 但喝了水就要尿尿 她不想麻烦 摇头道 谢王妃好意 奴婢不渴 可是我都倒好了 而且我端过来也不容易 肖明忧的语气温和 眉头却痛苦地皱着 约莫是为了送这杯水 牵动了伤处 花容没办法 只能接过那杯水喝下 诚恳道 谢王妃 不用谢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况且你是江三少爷的心肩虫 我更要好好对你才行 肖明忧说着 一瘸一拐地回去坐下 然而不到一盏茶的功夫 她就又倒了一杯水过来 用的还是和上次一模一样的说辞 花容后背爬上寒意 她喝下第二杯水 对肖明忧说 谢王妃好意 奴婢真的不渴 而且奴婢受了伤不能动弹 不方便如厕 可水还是要喝呀 你刚刚不是想让江三少爷帮你的忙吗 你不喝水 一会儿她回来了 你怎么尿得出来 肖明忧说着回去坐下 她的语气很温柔 表情也是纯凉无害的 每一个字却都充满了恶意 花容刚刚拿如厕做借口 打断了她和江云锥的好事 所以她故意给花容灌水报复 要花容难堪 花容被肖明忧的话惊到 原来肖明忧之前表现的那样端庄实大体 都是装的 她和江云锥的这几次见面 只怕也不全然是偶然 桃花的冲动莽撞 都是她刻意纵容的结果 桃花越可恶 她这个做主子的就越善良大度 花容越想越觉得恐怖 肖明忧花了这么多心思 对江云锥应该是势在必得 那自己岂不是早就成了她的眼中钉肉中刺 喝完药 肖明忧随便找了个借口 直走医女 硬是为花容喝了一下午的水 傍晚 江云锥才带着随风回来 屋里没有点灯 一片昏暗 江云锥没想到肖明忧还在屋里 表情有瞬间的不自然 肖明忧抢先问 江三少爷 妾身现在可以走了吗 江云锥这才想起 自己离开时 让肖明忧坐在这里不要动 却没有说她什么时候可以离开 想到肖明忧的腿伤 江云锥不放心她一个人回去 命令随风 送齐王妃回去休息 肖明忧汉手道 有劳了 说是送 随风也只能跟在肖明忧身边 不能上前扶她 肖明忧一蹶一拐地向前走去 擦肩而过的时候 江云锥又闻到她身上的茶香 眼皮上似乎还残留着她指尖冰凉的温度 等等 江云锥叫住肖明忧 取下腰间的配件递给她 主着这个 中勇伯府的男丁都有自己的配件 剑剑如剑人 向来是不会假手他人的 肖明忧接过剑 纤细的指尖俯过剑鞘 感激道 谢谢 江云锥谋色微暗 感觉心弦被狠狠拨弄了一下 在原地站了好半天 才走进屋里 屋里很安静 花容躺在床上 一点动静都没有 不曾向她问好 像是睡着了 江云锥自己把灯点上 转身却发现 花容醒着 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她 醒了 江云锥随口问了句 准备把脏衣服换下 等了一会儿 却没听到花容回话 这胆肥的兔子 还跟她耍上小性子了 江云锥眉头微皱 想给花容莉莉规矩 刚走了一步 就听到花容大声说 别过来 江云锥挑眉 没把花容的话放在心上 又走了两步 花容猛然失控 丢了枕头大哭起来 脏死了 求求你不要过来 她的情绪崩溃 连身上的伤也不顾了 拼了命的抗拒 不想让人靠近 江云锥意识到不对劲 大步上前摁住花容 不让她乱动伤到自己 距离近了 江云锥闻到异味 没心为你 花容失禁了 好脏 别碰我 花容别过头 不看江云锥 浑身都在发抖 失禁对一个正常人来说 是一件相当打击自尊心的事 大理寺有时候 会用这一招刑讯人犯 花容自然承受不住 江云锥果断把花容披晕 把脏衣服和床单拿走 叫了御医和医女过来 花容的伤又崩裂了 御医又帮她上回药 整治完忍不住对江云锥说 这位姑娘本来伤得就重 又因为失禁在床情绪失控 伤势又加重了不少 这样下去不行啊 江云锥的脸色不好 凉凉的横了御医一眼 你也知道这样不好 你不安排人照顾病患 难道还要我亲自照顾 御医没想到 江云锥会冲自己发火 连忙解释 下官是安排了人 照顾这位姑娘的呀 医女被叫过来问话 无辜地说 我下午熬完药 本来是要留下来照顾的 但齐王妃说 后山长着不少草药 说不定也有麻沸散 我就去后山寻了些回来 如此说来 谁都没有错 只是不小心忽略了花容而已 江云锥没有为难两人 沉着脸回到房间 没多久 随风送完肖明悠回来 见他两手空空 江云锥眉心微皱 问 见呢 齐王妃进屋后 就让小的回来了 小的这就去拿 算了 江云锥叫住随风 明天再拿也不迟 是 花容醒来时 随风正好去厨房 拿了饭菜回来 身体被清理过 衣服变得干爽 崩溃的情绪也平复下来 饭香涌入鼻尖 肚子本能地咕咕叫了几声 声音不大 还是被江云锥捕捉到 他问 醒了 花容偏头看向江云锥 如实说 少爷 奴婢饿了 江云锥用枕头 把花容的脑袋垫高了些 亲自为他吃饭 见过花容的崩溃 江云锥本 以为花容顶多吃两口就饱了 没想到他的胃口还不错 竟然把一碗米饭都吃光了 江云锥问 还想吃 花容摇头 奴婢吃饱了 谢少爷 他还要在床上躺很久 不宜吃太多 免得饥食 花容的瓶颈让江云锥很意外 上次被孙寒秀绑去破庙 被救回来以后 他也是这样的 就像被打碎的瓷瓶 明明应该很难被修补的 可他只需要睡一觉 就能让这个瓷瓶恢复如初 一只胆小怕事的兔子 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修复能力 江云锥忍不住问 今天下午生事发生了什么 花容的脸僵了一下 藏在被子下的手也紧握成拳 他垂着眸 没有看江云锥 淡淡地说 齐王妃一直陪着奴婢 没有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不让他叫人帮忙 花容动不了 萧明忧多少还能走几步 要帮忙找个人 其实不成问题 指甲欠尽掌心 花容克制住了说出真相的念头 亲生说 王妃腿伤得厉害 奴婢不想麻烦她 而且下午有医女来过 奴婢以为那位医女很快会再回来 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这些解释听起来很合理 江云锥没在追问 直到 明天随风会留在院子里 有什么事你可以直接叫她 好 接下来的日子 萧明忧都没有再来禅院 医女每日都会来帮花容换药 帮她如厕 花容也没有再试太过 不知是真的皮糙肉厚 还是御医的医术太高超 十日后 花容便能下地走动了 不过动作不能太大 走一小会儿便要歇一下 不然呼吸太急 胸口就会疼 躺得太久 花容迫切地想要呼吸新鲜空气 她寻了根棍子煮着 打算在禅院附近逛逛 刚走出院门 就碰上桃花 桃花手里捧着江云锥的外衫 见到花容 快步走近 轻快地说 这是江三少爷的衣服 已经洗干净了 有劳姑娘拿进去一下 桃花说着 把那件外衫塞进花容手里 花容清楚看到 桃花的双手完好无损 连一点伤疤都没有 心脏猝不及防地疼了起来 晚饭后 江云锥和往常一样 洗完澡出来 花容递了干帕子给她 江云锥的衣衫 穿得松垮垮的 一边擦头发 一边问花容 这件外衫谁送回来的 花容帮她理了礼仪金 柔声回答 下午桃花姑娘送回来的 奴婢刚好想出门转转 桃花姑娘就让奴婢 把衣服拿进来了 花容答得很细 并不追问江云锥的外衫 为什么会在肖明忧那里 也不好奇 两人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更没有问江云锥 为什么出而反而 没有伤桃花分好 肖明忧是她放在心肩肩上的人 她不过是个用来瞒天过海的幌子 孰轻孰重 旁人不知 她却是要有自知之明的 江云锥多看了花容一眼 见她神色平静 波澜不惊 不知为何有些心虚 解释了一句 她毕竟是齐王妃的贴身婢子 太后让齐王妃在这里为齐王祈福 若是废她一只手 就不方便照顾人了 我命人打了她二十大板 正常情况下 一个弱女子被打了二十大板 不死也要丢掉半条命 这惩罚不算轻 但下午桃花面色红润 脚步轻快 一点也看不出受伤 这二十大板 应该只是做了个样子 并未真的打下去 花容眉眼低垂 乖顺道 谢少爷为奴婢主持公道 她的语气很诚恳 没有觉得不公平 反而还很感激 江云锥哽了一下 说 我已让人备好软叫 你在休养几日 我亲自送你回府养伤 你若觉得闷 可以去戏园子听戏 或者逛街买些东西 这是江云锥 惯用的弥补方式 她给不了花容足够的喜欢和偏袒 所以出手很大方 和嫖客打发妓子 没什么两样 花容眨眨眼 眸底泛起水光 像是感动哭了 少爷对奴婢真好 奴婢之前在府里受了欺负 只能打掉牙齿往肚子里咽 跟了少爷以后 奴婢才知道 有人依靠是什么感觉 这辈子能伺候少爷 真是奴婢几时修来的福气 花容哭得情真意切 雾蒙蒙的眼底 全是对江云锥的信任和依赖 江云锥一时如梗在喉 这兔子有时候不是挺机灵的吗 怎么这会儿都落下满身伤了 还傻乎乎的感激涕零 花容哭了一会儿 情绪平复了不少 擦了擦眼泪说 府里不养闲人 少爷若是把奴婢送回去 大夫人肯定会觉得奴婢没用 要趁机发落奴婢 求少爷让奴婢留在这里吧 奴婢皮糙肉厚 不用精心调养 也能好起来的 说这话时 花容的语气又变得怯生生的 怕被江云锥拒绝 又怕一个人面对未知的狂风咒语 花容受伤后 江云锥诉了十来日 又老是阴差阳错地撞见萧明忧 一颗心被撩拨得不行 对花容的心思淡了不少 这会儿见花容哭得梨花带雨 不觉心疼起来 我亲自送你回去 没人敢对你做什么 可是奴婢舍不得少爷 花容说完 大胆地抓住江云锥的腰带 点着脚稳了上去 他没有勾引过人 虽然和江云锥缠绵过很多次 稳计依然没什么提升 声色得很 好在江云锥很快给了他回应 江云锥一把搂紧他的腰 想要加身这个吻 花容闷哼了一声 江云锥清醒过来 哼了花容一眼 伤成这样还敢勾引我 花容羞涩地低下头 抓着江云锥的腰带 在指尖搅了搅 问那少爷愿意留下奴婢了吗 他存心引诱 声音都是媚的 江云锥自然是硬下了 花容高兴极了 又说了好些倾慕之言 吹灭烛火后 花容脸上的笑一点点收敛 花容没喜欢过人 也没有被人爱过 不太懂感情的事 但他跟着三娘在封城之地长大 对男女知识多少了解一些 他现在可以确定一件事 萧明悠还没有把江云锥勾搭到床上去 不然江云锥不会 还对他的身子感兴趣 寡妇的身份是横跟在两人之间的鸿沟 萧明悠又要在江云锥面前 梳理端庄 矜持的形象 自然不可能太过直白地勾引 萧明悠今天让桃花送江云锥的外衫来 除了想宣示自己在江云锥心里的地位 只怕还有激怒他的意思 江云锥没有种罚桃花 还和萧明悠私下有来往 花容但凡有点脾气 都该跟江云锥撒撒娇折腾一番 明日萧明悠在故意上门解释一番 江云锥便会觉得花容在无理取闹 而萧明悠大度善良 完美的几乎没有瑕疵 理清思绪 花容仍是觉得后背发凉 他吃了这么大一个大亏 竟然才刚刚弄明白萧明悠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只知道要小心提防 却不知道萧明悠还准备了多少后照 心里想着是 花容没怎么睡好 第二天起来的大早 伺候江云锥更衣 你这伤还需要好好养着 起来做什么 花容弯腰帮江云锥系腰带 柔柔道 奴婢天生就是干活的命 躺了这么些天 实在躺不住了 两人正说着话 萧明悠在桃花的搀扶下走进屋来 花容顿了一下 收回手退到一旁 萧明悠见两人举止轻逆 面上闪光黯然 谦然道 是我来得不巧 打扰二位了 萧明悠转身便要离开 被江云锥叫住 我们什么都没做 有什么事可以直说 萧明悠停下 看了花容一眼说 之前御医说的那样严重 我还担心得很 没想到花容姑娘恢复得这样快 这话说的 好像花容串通御医说谎 故意把伤势往中了说 花容没有接话 垂着头说 奴婢去泡茶 花容走出屋外 片刻后 桃花追上来说 花容姑娘的伤还没好 这种事还是让我来做吧 桃花面上带着笑 瞧着很是友好和善 好像之前在水潭的事 根本没有发生过 花容没有推辞 轻咳一声 顺着桃花的话说 也好 那就有劳桃花姑娘了 花容的回答 在桃花的意料之外 桃花诧异地看了她一眼 花容一脸坦然 由着她看 到了厨房 桃花去生火烧水 花容则坐在院子里休息 桃花一直在萧明悠身边伺候 没干过粗活 被烟熏的眼泪直流 好半晌才把水烧好 泡茶的时候 她不小心烫了一下自己的手 痛得大叫了一声 走出厨房对花容说 茶已经泡好了 但我的手烫伤了 你来端吧 桃花的手烫得不轻 手背上一串撩泡 花容被烫伤过 知道有多疼 看了一眼问 用冷水冲过了吗 要不要找御医看看 花容的关心让桃花皱了重眉 她话里有话地说 谢姑娘关心 不过做奴才的都是贱命 哪配惊动御医用那样好的药啊 花容也是奴才 桃花拐着弯地骂了她 花容并不生气 附和道 姑娘说的是 端上茶水 两人一起回到禅院 屋里将云锥和肖明幽 隔着一段距离各自坐着 并没有什么亲密举动 见识花容端的茶 肖明幽不悦地喝吃桃花 不是让你去帮忙吗 你怎么空着手回来的 桃花立刻跪下 回王妃 这茶的确是奴婢生火烧水泡出来的 只是泡茶的时候 奴婢不小心烫伤了手 这才让花容姑娘端的 桃花说着飞快地看了花容一眼 像是求花容说出真相 又像是在看花容的脸色 藏着引擎 桃花脸上和衣服上都沾了锅底灰 看得出她确实是进了厨房的 肖明幽让桃花把袖子撩起来 看见她手上的一串撩泡后 怒气全都化作心疼 怎么烫得这样重 桃花小声说 奴婢太着急了 肖明幽把桃花拉起来 又看向花容问 花容姑娘可有被烫伤 谢王妃关心 奴婢身上有伤 桃花姑娘让奴婢在一边歇着 离得远 所以未曾被烫到 花容神情平静 从容地倒了两杯茶凉着 这时桃花带着哭腔说 也许是天意吧 江三少爷原本是要剁掉奴婢一只手的 今日被烫伤势奴婢应受的 这番话把毫不相干的两件事联系起来 虽然只字不提花容 却字字都暗指 花容有心怀怨恨 故意报复的嫌疑 桃花不得胡说 肖明幽和前几次一样 呵斥了桃花 而后与江云锥告辞 拉着桃花回去上药 屋里安静下来 花容看着茶杯里腾起来的 鸟鸟热气发呆 片刻后 花容听到江云锥换她 过来 花容走过去 江云锥让她坐到自己腿上 拉着她的手揉捏把丸 想要什么直接跟我说 我不喜欢猜来猜去 更不喜欢手下的人擅作主张 明白吗 江云锥没有要责罚花容的意思 但很显然 她认定是她心存不满 故意烫伤了桃花 花容眼睫颤了颤 像是被吓到 滴滴地说 奴婢明白 又坐了一会儿 江云锥出门去了大殿 肖明忧联络这次被困在寺里的香客 准备捐香油钱 重建设立塔 再为寺里的佛像重度金身 今日各家的钱都送到了 江云锥得亲自在场看着 肖明忧则负责清点造册 清点结束后 寺里为了斋饭答谢 江云锥也陪着一同用饭 席间不断有人给肖明忧送东西 这些时日因房屋受损 大家都挤在大殿里 肖明忧帮了不少人的忙 为了把药留给更需要的人 还耽误了自己的腿伤 众人对他赞不绝口 肖明忧推辞不了 只好都收下 饭后 肖明忧把那些东西 全都拿给江云锥 这些留在我这里没什么用 不如都拿来修缮寺庙 我都记得是谁送的 回去记在册子上 明日再把册子给你 江云锥有些不满 东西送给你就是你的了 你还要记在别人头上 功名利禄都是身外之物 我现在截然一身 何必贪图这些虚无的东西 肖明忧很是无所谓 有种超然脱俗的洒脱 她生得漂亮 眉眼却总是透着骨子清冷 自其王病故后 又添了些哀愁 这会儿月光清凉如沙 她仰头望着月亮 周身都笼罩在清润的光滑里 像是马上要羽化灯仙 江云追心头一紧 肖明忧突然回头 两人的目光猝不及防地对上 肖明忧眼底闪过慌乱 连忙后退 急急地说 时辰不早了 该回去休息了 肖明忧转身要走 想起什么又停下 欠然地说 桃花说话总是没有分寸 白日她说的话 你别放在心上 花容姑娘也是个苦命人 你要好好待她 肖明忧说完离开 她的腿伤还没好 走得不快 仍是一蹶一拐的 背影看上去 倔强又凄凉 半炷香后 江云追回到房间 屋里 花容正在练字 她没舍得用纸墨 只用毛笔沾了水 在桌上写字 见江云追回来 立刻放下笔 笑音的抬头 少爷回来了 肖明忧的身影 仍在江云追脑海里挥之不去 和花容笑音的眉眼形成反差 江云追凉凉的看了花容一眼 问 你很高兴 她的语气明显不好 花容正了一下 收敛笑容问 奴婢做错事了吗 花容问的小心翼翼 江云追皱了皱眉 冷声道 别总是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又没有人欺负你 她的火气来得莫名其妙 花容一时不知能说什么 正觉无错 随风拿着一个瓷瓶走进屋来 少爷 方才方丈 派人送了一瓶烫伤药来 可要给其王妃的那位婢女送去 江云追眼眸微眯 危险地看着花容 又不是你烫伤她的 你为什么要去求药 江云追已经在心里认定 是花容故意烫伤的桃花 这下更觉得是她心虚才去求的药 认识这么久 江云追还是第一次对花容这么凶 花容不受控制地颤了颤 随风连忙说 少爷误会了 要不是花容姑娘求的 是厨房的挑水僧人 看到有人烫伤 但只认得花容姑娘 就把药送这来了 他亲眼看到的 江云追瞪着随风 随风这才意识到事关重大 忙把自己知道的细节都说出来 僧人没有看到桃花是如何把自己烫伤的 但他看到花容一直在厨房外面坐着 可以肯定桃花被烫伤 和花容没有一点关系 江云追 时辰不早了 随风去送药也不太方便 还是奴婢去送吧 花容说着伸手去拿药 他猜到萧明忧会拿桃花被烫伤的是做文章 也想好了应对的办法 但江云追的指责 还是让他有些难受 他想出去缓一缓 从小到大他受过无数委屈 因为卑贱的出身 没人为他撑腰 就连他自己也只会逆来顺受 不知道辩驳反抗 被江云追强占身子后 他没有要死要活 而是胆小怯懦地忍了下来 后来他以身体为筹码 希望得到江云追的庇护 江云追失言后 他也没有大哭大闹 而是心甘情愿地被他利用 做那个瞒天过海的幌子 他习惯了遭遇不公 也习惯了忍让 他拼命地忘记那些不好的地方 只记住别人的好 江云追冤枉指责的时候 这些年积压的委屈 突然就奔涌而来 明明是他不顾他的意愿 强行闯入他的生命 为什么到现在 他连问都不问一句 就认定他十恶不赦 你身上还有伤 瞎成什么呢 江云追拉住花容 话没说完 便被花容满脸的泪痕惊道 放开我 花容命令 声音是颤抖的 江云追捧着脸 沉沉道 御医让你好好休养 你冷静点 花容泪眼朦胧地瞪了江云追一眼 然后抓着他的胳膊 狠狠地咬了下去 少爷 隋风紧张地喊了一声 想要拉开花容 被江云追拦下 无妨 他就是只兔子 咬人也不疼 花容那一口用了全力 隔着衣服 都把江云追咬出了血 但这点小伤 对江云追来说不算什么 他故意问 同一个地方咬着没什么意思 要不要换个地方 说完 抖落袖子 把另一只胳膊伸到他面前 很快 花容的牙就酸了 僵持片刻 他松开口 屈膝跪下 雅生说 奴婢是被妻子养大的 又牵了死器 卖进府来做丫鬟 根本不会有人在意 奴婢的喜怒哀乐 奴婢咬伤少爷罪不可赦 少爷要杀要寡都可以 只求少爷 莫要迁怒奴婢的家人 花容一脸决绝 视死如归 江云追撩起袖子 看到自己右手手腕上 多了一圈整整齐齐的牙印 血淋淋的 他之前一直在想 这只兔子被逼急会咬谁 没想到第一个咬的会是自己 隋风打了水拿了药 来想帮江云追清理伤口 被江云追横了一眼 凭着多年伺候的经验 隋风立刻提醒花容 愣着做什么 还不快帮少爷包扎 花容跪着没动 留给江云追一个倔强的发顶 急眼的兔子 胆子果然大了不少 江云追挑眉 悠悠地问 怎么 之前湿的清白不想死 现在只是被冤枉了一下 就不想活了 江云追说得随意 花容却忍不住后起发寒 刚刚他感受到的委屈是真的 眼泪也是真的 但他说的那些话 早就在心底演练了无数遍 昨天他猜到 桃花可能会顾及重施 所以故意坐在厨房外面 不肯和桃花待在一起 江云追早上冤枉他的时候 他没有急着辩解 想看湘明悠有什么后招 隋风说出真相实际刚刚好 他才顺势爆发 江云追不可能这么快就识破了吧 第一次耍心机 花容很紧张 后背冒了很多冷汗 但他知道自己没有退路 强撑着说 奴婢没有不想活 只是昨晚少爷和奴婢还那样亲密 今日却对奴婢如此冷漠 还无缘无故冲奴婢发火 可见只是迷恋奴婢的身子 并非真心喜欢 奴婢咬伤少爷 少爷岂会让奴婢活下去 风尘地的女子 和恩客聊天的时候 总爱说这样的话 花容又是懵懂 不明所以 直到见到肖明悠才明白 这些话都是有技巧的 是用来拿捏男人的伎俩 江云追取指 有一下眉下地敲着桌子 过了好一会儿 他问 我不喜欢你 你就不想活了 花容心跳加快 像是被人推到了万丈悬崖边 再往前一步 就要万劫不复 他狠狠咬了下舌尖 强迫自己抬头 看着江云追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回答 是 如果少爷不喜欢奴婢 奴婢就不想活了 这种话 放在以前花容连想都不敢想 如今被逼到绝境 说出来 竟也不觉得太难 江云追听完神情 没有分好的变化 片刻后 他痴笑出声 我倒是没有看出来 你还挺会演戏的 指甲嵌尽掌心 花容整个人都崩到了极限 他想不到任何补救 或者狡辩的说辞 只能撑着一枪孤勇演下去 奴婢没有演戏 奴婢说的都是真的 江云追俯身凑近 冲花容斜思一笑 你之前不是说有心仪的人 这么快就一情别恋了 他连什么是喜欢都不知道 何来心仪的人 花容有些茫然 在记忆里搜索了一番 终于想起 当初他刚被江云追 站了身子 为了不和他扯上关系 所以撒了这样一个谎 没想到江云追 竟然当了针 奴婢撒谎了 那个时候奴婢根本没有心仪的人 花容急急解释 忍不住伸手抓住江云追的一百 这么多年 少爷是第一个送奴婢衣服首饰 为奴婢撑腰的人 奴婢知道和少爷有着云腻之别 不敢奢求什么 也一直努力克制对少爷的爱慕 可是刚刚被少爷指责的时候 奴婢再也没办法骗自己 奴婢喜欢上少爷了 受伤后 花容又消瘦了不少 手指细白如葱 和墨色一百形成剧烈的反差 江云追不合时宜的想起 在假山山洞那日 他抓着这只手 霸道强势的破他食指交握 喉咙有些发干 江云追把手伸到花容面前 将那圈血淋淋的牙印展示给他看 意味不明的问 你就是这么喜欢我的 铁正如山 花容没办法辩驳 想了半天 一点点撩起袖子 把自己的手送到江云追面前 怯生生的说 少爷可以咬回来 江云追谋色微暗 那截手腕白生生的 向外帮进贡的甜萝卜 每一寸都散发着香甜诱人的气息 第二日刚吃过早饭 萧明忧就带着桃花来了禅院 今天在下雨 萧明忧穿了一身天青色胶领长裙 裙子很素 只在领口和绣口的地方 绣着紫藤花 一路走来 裙摆被溅落的雨滴打湿了不少 人也被萌萌的烟雨染上湿气 像染着沉露的花 娇嫩极了 奴婢见过王妃 花容行了礼 退到一旁 昨晚哭了太久 花容的眼睛肿得厉害 声音也有些哑 萧明忧一眼就看出她的异常 关切地问 花容姑娘生病了吗 脸色怎么这么差 萧明忧问得真诚 丝毫看不出 有在背后推波助澜 陷害花容的迹象 花容飞快地看了萧明忧一眼 摇头道 谢王妃关心 奴婢没事 桃花放好伞 走到萧明忧身边 不平道 自上次暴雨后 王妃你就老是在做噩梦 昨晚更是好几次从梦中惊醒 怎么还有经历关心别人呀 桃花说着 弯了花容一眼 好像是花容害萧明忧睡不好的 住嘴 萧明忧和之前一样呵斥桃花 我不是说过 不许对花容姑娘不敬吗 你把我的话 也当做耳旁风了 桃花一脸委屈 奴婢之错 奴婢也是担心王妃的身体 主仆俩一唱一和 看似随意 却句句都别有用心 分明是故意说给江云追听的 花容平静开口 桃花姑娘若是真的关心王妃的身体 不妨趁御医还在寺里 让她开些安神宁心的方子 如此王妃应该就能安睡了 桃花没想到 花容会一语戳中要害 瞪了花容一眼 没好气地问 姑娘这话是什么意思 奴婢在王妃身边伺候多年 难道还会对王妃不好 花容垂着脑袋 一脸温顺 奴婢没有这样想 王妃宽厚善良 奴婢也希望王妃的身体能好 桃花还想说什么 被萧明忧喝止 两人扮几句嘴 无伤大雅 若是当着江云追的面吵起来 她面子上也过不去 进屋后 萧明忧拿出一个小册子递给江云追 昨日的东西我都添到册子上了 你可以再清点一下看有没有问题 江云追接过册子翻看 花容上前侦查 递查给萧明忧的时候 右手袖子往下滑了一截 露出小半圈牙印 那牙印不深 一夜过去泛着淡淡的青 若不是花容的皮肤太过白嫩 都不会引起旁人的注意 萧明忧接过茶杯 用茶盖下下拨着茶水 鸟鸟的热气蒸腾而起 模糊了她的视线 让她有些看不清江云追的脸 花容是江云追光明正大 戴在身边的人 能在她身上留下印记的 只有江云追 那出现在花容胳膊上的牙印 代表着异乎寻常的轻逆和欲 花容身上还有伤 不能给她雨水之欢 她却还是在她身上 留下了这样的痕迹 难道她真的喜欢上她了 是因为那双和自己相似的眼睛吗 萧明忧想得出神 冷不丁看到江云追翻动侧子时 袖子也滑下来一截 有一小片纱布露了出来 萧明忧眼皮一跳 脱口而出 你受伤了吗 屋里很安静 显得她的问题相当突兀 以她现在的身份 她是不应该这样随便关心别的男子的 萧明忧说完 咬住下唇 露出懊恼之色 江云追并未遮掩 漫不经心地说 被兔子咬了一口 不碍事 后山是由野物出没 但从来都没有见过兔子 萧明忧不由地看了花容一眼 花容倒完茶便站到一旁 并不参与他们的对话 但花容手上有牙印 江云追的胳膊又受了伤 两人之间分明有不能被外人知晓的秘密 花容便是不说话 萧明忧也能感觉到她才是那个外人 桃花没看出三人之间的暗流涌动 听完江云追的话 顺嘴接道 这山里的野物脏得很 江三少爷可不能疏忽大意呀 一定要请御医好好把伤口清理干净才行的 桃花拐着挖的在骂花容 方才看到花容眼睛肿着 神情憔悴 她便认定花容昨晚在江云追这里挨了骂狮 想到刚刚花容那样拆穿自己 忍不住借机发挥 却不想话音刚落 就听到江云追似笑非笑的声音 谁让你插话的 桃花之前对江云追的态度都不算恭敬 江云追从来没有说什么 这会突然发难 桃花有点猛 嫩嫩地说 奴婢只是关心江三少爷 是吗 江云追审笑 难辩喜怒 那本少爷甚至还应该谢谢你 主子说话吓人是不可以插嘴的 况且 萧明忧和江云追明面上的身份悬殊颇大 别说桃花 便是萧明忧方才的关心都是乐举的 桃花头皮发紧 桃花跪下认错 萧明忧也因为江云追的态度变化变了脸色 但她没有失态 端庄地开口呵斥桃花 果真是我太惯着你了 竟让你如此没有规矩 回去跪着好好反省 没有我的命令不许起来 桃花连连英试 想要起身离开 被江云追叫住 慢着 昨晚方丈派人送了一瓶烫伤药过来 拿去 萧明忧听到江云追说烫伤药就是眼皮一跳 桃花却还是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伸手去拿药 江云追手腕一翻 那瓶药掉到地上 咕噜噜滚出一段距离 手滑了 江云追没什么诚意 明显是在耍人 桃花却不敢说什么 乖乖去剪药 然而手刚碰到瓷瓶 就被踩住 被烫伤的手背碰一下都疼 这一脚踩上去 桃花顿时痛得惨叫起来 啊 好疼 王妃快救救奴婢 话落 江云追加重了些力道 隔着桃花的手 啪的一声踩碎了那个瓷瓶 碎片扎尽掌心 桃花痛得晕死过去 萧明悠的脸色有些难看 不过他急沉的住气 保持着自己的优雅 冷冷地说 桃花方才是放肆了些 但也不至于如此 江三少爷要为心头好出气 大可直说 江云追一脸坦然 他得罪的人是我 和别人无关 萧明悠的手暗暗握成拳 是他小瞧这个 叫花蓉的丫鬟了 江云追处置了桃花 在和萧明悠的较量中 花蓉算是扳回了一程 但萧明悠离开时的眼神 让花蓉很不安 他抓住所有机会 拼了命地讨好江云追 然而才过两日 寺里就来了个不速之客 这个院子挺好的 里面住的什么人呀 虽存着讨好的意思 花蓉并没有打搅江云追 白日监工 江云追走后 他还是看书 练字 画稿 听到院里传来熟悉的声音 花蓉立刻就放下了笔 不过对方比他更快 他还没来得及离开桌案 房门就被推开 穿着一身电青色长裙的李香玲 在丫鬟的簇拥下跨进屋来 四里庄严肃穆 李香玲打扮低调了不少 身上配饰不那么繁复滑贵 但裙上的大片鸟羽 是用金丝和彩线一并绣成的 行走间折射出淋淋的光泽 仍是艳丽的叫人一不开眼 像知骄傲的孔雀 四目相对 李香玲脱口而出 你是谁 为什么在这里 话里的敌意很重 可见他早就知道 院子里住的是谁 故意闯进来的 奴婢花蓉 见过二小姐 花蓉绕过桌案上前行礼 李香玲瞪大眼睛 把花蓉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几遍 嘴里忍不住嘀咕 还真的是你 怎么刚刚看着 完全像是两个人 今天是阴天 屋里光线有些暗 花蓉前日来鬼水弄脏了衣服 便借了四里给香客准备的僧衣来穿 方才他买手在案前画画 一身气质凝合沉静 像是悄然绽放的玉兰花 和李香玲前几次见到那个胆小怕事的小丫鬟 截然不同 过而李香玲没有认出来 花蓉奉承着回答 奴婢身份低微 自是不配让二小姐放在心上 这么多时日不见 二小姐没认出奴婢也很正常 花蓉的姿态放得很低 很好的满足了李香玲的优越感 她的神色好了不少 不客气地把屋里打量了一遍 就没到 屋里怎么什么都没有 你就是这么伺候阿追哥哥的吗 之前衣服被剪 李香玲生气得不行 下定决心不再李香玲追了 但冷静下来以后 她又舍不得 汉精的世家公子李 就没有长得比江云锥更好看的 而且这些人好多都是些玩裤子弟 不是六鸟斗区区 就是是独好色 不像江云锥 骑射皆通 那年游湖她不小心掉下画坊 如果不是阿追哥哥及时相救 她恐怕早就死了 李香玲从来不会瞻前顾后 她既然放不下 那就要用尽一切手段得到阿追哥哥 回二小姐 之前情况紧急 是少爷特意要求轻装减刑的 所以没带多少东西上来 大胆 分明是你没有招务好主子 竟还敢顶嘴 李香玲立声呵斥 瞪了花容一眼 命人把屋里的东西都扔出去 然后抬了个事物件进来 金丝南木书桌 云雾沙做的锦瓶 两脚麒麟爆珠香炉 每一样都价值连城 但凡刻坏一样 花容当几辈子奴才都赔不起 按照自己的喜好 把屋子重新布置完 李香玲满意的笑起 这时丫鬟把刚刚花容 留在桌上的图纸交给李香玲 小姐 这些东西也要扔掉吗 画过的图案花容都记在脑子里了 她不想跟李香玲起冲突 便没有声张 没想到还是被注意到了 李香玲接过图纸扫了一眼 然后看向花容 意味不明地问 这些都是你画的 花容虽然没有把自己的名字 写在纸上 但她刚刚就站在桌案前 雁台上的墨迹还没干 她否认不了 回二小姐 这些的确是奴婢化的 奴婢 花容话没说完 李香玲就把那些画纸扔到她脸上 一个妓子养大的丫鬟 搔手弄姿 得了主子的喜爱 竟然还卖弄起了财学 你莫不是以为 自己日后能嫁给阿椎哥哥 做当家主母 之前李香玲过生辰 花容展现出 异于寻常丫鬟的统筹能力 就让她很没有面子 如今发现花容还会画画 只觉得怒火中烧 一个通房丫鬟 就是给主子暖床用的工具 学这么多东西 不是有野心还能是什么 花容连忙跪下 二小姐误会了 奴婢有自知之明 断然不敢有不切实际的妄念 这些都是大小姐 让奴婢化的秀养 并非奴婢故意卖弄 江云追之前 为了花容抄了孙家满门 李香玲早就认定 花容是个心机深重的狐狸精 根本听不进去花容的解释 气恼道 还敢狡辩 钟勇伯府的秀娘那么多 若不是你故意卖弄 怎么不找别人偏偏要找你 李香玲说完 不给花容再解释的机会 命人打了花容三十个手板 跟在李香玲身边的丫鬟很有经验 每一下都打得极重 却没有在花容手上留下什么伤痕 三十个手板打完 花容双手已经痛得没了知觉 李香玲冷冷警告 阿追哥哥要娶我的人只有我 他现在正喜欢你 我不会拿你怎么样 但若再让我看到你拥这双手 做一些你不该做的事 我绝不会放过你 和肖明优的迂回陷害不同 李香玲的喜恶都是摆在脸上的 他有优恶的家世做靠山 不需要耍心机 就能轻易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谁要是惹他生气 他有的是法子折磨对方 奴婢明白 奴婢以后一定安安分分伺候少爷 只做自己的份内事 花容不敢逆李香玲的意 乖顺地应下 随后提醒 时辰不早了 少爷要回来吃饭了 李香玲自然不想让江云锥 看到自己这般模样 将信将疑地让人把花容扶起来 不多时 江云锥从外面回来 李香玲满意地扫了花容一眼 算这个贱婢时趣 没有撒谎耍什么花样 阿锥哥哥 你回来了 李香玲快步迎上去 笑得一派天真烂漫 江云锥不自微顿 凉凉地去着李香玲 你来做什么 李香玲无视她的冷淡 笑盈盈地说 再过三个月 就是祖母的寿臣 我来寺里为祖母超念经书 再请寺里高僧送读一番 祖母肯定会喜欢这份礼物的 李香玲为自己找了很好的借口 如此一来 她不仅可以光明正大的住在寺里 回去后还能博个孝顺的好名声 江云锥并没有被李香玲的孝心感动 扫尸一圈 看到对人群挤在角落的花蓉 她低垂着脑袋 谁也没看 像是被霜打了的茄子 江云锥眉心微拧 越过李香玲走到花蓉面前 沉沉命令 抬头 怎么伤呢 江云锥抚上花蓉的脸颊 粗力的指腹在颧骨妈撒 带来细微的刺痛 花蓉这才意识到脸颊上有个小口子 应该是刚刚被李香玲扔过来的图纸划伤了 花蓉不敢告状 垂眸道 回少爷 是奴婢自己不小心划伤的 我不是让你在屋里好休息吗 怎么这么不小心 江云锥的语气很温柔 拉着花蓉的手往屋里走 完全把李香玲当空气 李香玲的眼神一直恶狠狠地盯在花蓉身上 看到这一幕更是怒意满满 几乎要喷出火来 她冲上来拉住江云锥 任性地说 阿锥哥哥 我一到寺里就来看你了 还给你带了好多礼物 你怎么只看得到这个丫鬟 李都不理我一下 江云锥已经发现屋里大变样了 却没有任何感动 冷漠地抽出手说 我不喜欢这些东西 你最好让人把屋子还原成之前的样子 李香玲带的都是好东西 为了把这些东西完好无损地送上山 路上那些仆从美少挨骂 然而江云锥和她一样 都是含着金汤池出声的 从来都不缺这些东西 所以这番心意也打动不了江云锥 李香玲咬咬唇 气得不行 却又拿江云锥没有办法 只能愤愤地说 已经送出去的东西没有再收回来的道理 而锥哥哥若是不喜欢 扔了便是 李香玲说完 气冲冲地离开 江云锥没锥 拉着花容进屋 给她擦药 药膏清清凉凉 擦完药江云锥 却没急着收回手 盯着花容看了好一会儿说 我不能时时刻刻看着你 自己放聪明点 花容没有告状 江云锥也知道 她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如此看来 在江云锥这里 爱和不爱是有很明显的区别的 江云锥不爱李香玲 一看穿李香玲的所有小心思 不管李香玲怎么对她献殷勤 她都不会接受 而肖明忧一次次纵容桃花 江云锥却连一句重话都舍不得对她说 晚上李香玲准备了晚宴 犒劳这次修缠寺庙的匠人 方丈和寺理的高僧也接到邀约 江云锥本不想去的 来传话的小思却说肖明忧也会去 江云锥到底还是带着花容 一起出席了晚宴 自那日桃花被罚 肖明忧便没再来找过江云锥 连那些要刻在功德碑上的香课名单 也是托人转交到江云锥手上的 晚宴准备的都是素斋 但排场却不小 永安侯府的下人 从后山摘了很多野花 又饮了山泉水来做去水流伤席 还安排了乐人吹奏乐曲 一走进宴厅 便感觉事情坏一击了 江云锥一到 李香玲便迫不及待地上前邀功 阿锥哥哥 今日的晚宴都是我亲自操办的 喜欢吗 生辰宴的时候让花容挑了刺 李香玲这段时间 很是用心地跟福利管事学了 如何操办宴席 只是他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讨好江云锥 并没有顾虑其他人的身份 修缮寺庙的匠人都是粗人 寺中的僧人日常生活 更是朴素简单 到了宴厅都很拘谨尴尬 江云锥还是对李香玲爱答不理 偏头问花容 你觉得呢 李香玲的眼刀子立刻定向花容 江云锥见状揽住花容的肩膀 温声道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别怕 这个举动很是亲密 李香玲气得不行 却不知道江云锥放在花容肩膀的手 暗中用着力 不动声色地向花容施压 江云锥不喜欢李香玲 花容便是在得罪不起李香玲 也要和她站在统一阵线 花容先挑了好听地说 这场晚宴布置得很漂亮 看得出二小姐花费了很多心思 李香玲一脸傲娇 她才不需要这个贱臂的夸奖 只要阿锥哥哥看到她的努力就好 李香玲正想打断花容 又听到她说 不过云山寺是佛门境地 取悦之声虽然雅致 却并不适合这里 过分精致的菜肴 也不适合今晚的宾客 李香玲顿是不高兴了 板着脸说 你只是个伺候人的丫鬟 知道什么 若不是因为阿锥哥哥 我才不会设宴招待他们 难道还要自降身份 吃他们平日吃的东西 李香玲生来就是天之骄子 是被百般呵护的明珠 主动向江云锥示爱 已经是她能做出的最大让步 她怎么能再委屈自己 花容刚想再说些什么 桃花走进宴厅来到李香玲身边 手上还缠着纱布 桃花没敢看花容和江云锥 低垂着脑袋对李香玲说 李小姐 王妃进来身体一直抱养 今晚不能来赴宴 还请李小姐见谅 之前江云锥和肖明忧的传言 闹得沸沸扬扬 后来知道是孙寒修 故意让人散播的 李香玲便对肖明忧没了敌意 甚至把肖明忧 纳入自己人的行列 肖明忧虽然是个年轻貌美的寡妇 但她嫁的可是齐王 余生除了为齐王守寡 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花容现在正得宠 李香玲不能直接把她 从江云锥身边赶走 便想用肖明忧来隔应花容 肖明忧今晚不肯前来赴宴 李香玲认定她是刻意避嫌 对肖明忧的印象又好了些 连忙追问 黄沈是什么受病的 连晚宴都不能来参加 莫非是病得下不来床啊 李香玲并没有幸灾乐祸的意思 桃花听完却是一脸惶恐 急急道 王妃还没有病得下不来床 只是怕染了病气给李小姐 并非小提大作故意不来的 桃花很是害怕 显得李香玲越发任性跋扈 然而李香玲却没听出 这话有什么问题 只当肖明忧有自知之明 不敢以长辈自居 连她身边的丫鬟 态度都是极为公顺的 吩咐人另备一份饭食 给肖明忧送去 桃花谢了恩便要离开 又听到李香玲问 你这手是怎么伤的 桃花连忙把手藏到背后 飞快地看了花容一眼 又低下头去 回李小姐 奴婢的手是自己不小心弄伤的 王妃身边离不得人 若是没什么事 奴婢就先回去了 桃花说完落荒而逃 像是背后有鬼在追 李香玲眉心一皱 看花容的眼神多了两分审视 肖明忧因病没来参加晚宴 江云锥也兴致缺缺 饭菜没吃上几口 就带着花容离开 李香玲不知内情 把仇都记在花容头上 回到禅院 江云锥一直心神不宁 手里虽然拿着书 半赏却翻都没有翻一下 花容见状上前询问 时辰不早了 少爷可要沐浴 江云锥眼眸微动 目光一到花容脸上 片刻后他说 我要出去一趟 他到底不放心肖明忧 要亲自看看才行 花容唇半念如了两下 神情有些错愕 又有些为难 但最终他还是点头说 若是有人来找少爷 奴婢就说少爷在沐浴 花容的回答 取悦了江云锥 他扔下手里的书就要走 袖子被拉住 回头 花容一脸不安地看着他 江云锥只当他是胆子小 第一次干坏事 在他眉心亲了一下保证 放心 我去去就回 说完离开 江云锥一走 花容的唇角就压了下来 瞧不出一点不安 冷静得很 他在江云锥身边 伺候的时日上短 对江云锥的了解 还不算太多 但也知道 他长了一身 不服管束的反骨 殷氏和钟永博都管不住他 他自然也不会 不自量力地阻拦 反正萧明忧撑着病 顶多让江云锥心疼一下 两人睡不到一块去 顺势帮江云锥打打掩护 更能让江云锥 把他当成自己人 做戏要做全套 江云锥一走 花容就让随风打了热水来 又在耳房放上躁痘 还在屏风上挂了一套 备用的干净衣服 做完这些 花容有些累 刚想坐下休息一会儿 屋外便传来交谈声 李湘琳来了 花容连忙把灯油倒了 只留下一点点 又挽起袖子 往脸上拍了些水 假装自己为了伺候江云锥 沐浴泪出一身汗 然后才去开门 见过二小姐 行礼之前 花容先把门关上 不让李湘琳 瞧见一点屋里的景象 李湘琳顿时沉下脸来 把高声音质问 你这么着急 关门做什么 难道屋里 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二小姐误会了 只是少爷正在沐浴 夜里凉 奴婢怕会有风吹进去 花容语气诚恳 低垂着脑袋 态度也很公顺 李湘琳的火气消了些 想到江云锥此刻 正在屋里沐浴 脸也有些发烫 不过看到花容挽着袖子 心里又浮起极度 他与阿椎哥哥的婚事 尚未定下 不能与阿椎哥哥 有什么亲密的举动 这个贱婢却能在 阿椎哥哥身边伺候 还故意打 扮成这样型勾引之事 若他不来 这个贱婢 现在盛世已经在 和阿椎哥哥喜悦央育了 李湘琳越想越生气 狠狠地弯了花容一眼 讥讽道 你把袖子录这么高做什么 难道喜欢随风 故意勾引他 花容是将云锥的人 随风哪敢 对他有什么想法 连忙跪下 求李湘琳嘴下留情 花容也把袖子放下 李湘琳不想让花容和江云锥 有什么亲密举动 想了想说 方才我见阿椎哥哥 在洗间没吃什么东西 特意让厨房另外做了些菜 我等阿椎哥哥 洗完了一起吃 这便是要一直等着不肯走了 花容试探着说 二小姐 少爷夜里一般不吃东西的 而且现在时辰已经不早了 怎么 你在叫我做事 李湘琳冷冷地打断花容 若不是随风在这 他早就让人动手教训了 花容色缩了下 连声说不敢 没再多话 李湘琳娇声惯痒 在屋外 站了一会儿腿变酸了 他又不好意思催江云锥 便把气撒到花容身上 你傻站着装什么木头 还不快找地方让我坐 主屋是不便进去的 随风住在左边的小房间 只有右边的小房间还空着 花容把李湘琳带过去 屋里没住人 有股淡淡的眉腐气 李湘琳顿时不满地皱眉 又数落了花容一番 花容默默听着没有反驳 李湘琳不想让花容回去伺候江云锥沐浴 故意指使她擦东西倒水 花容一一照做 过了会儿李湘琳突然问 这里没有你的东西 你平时都睡哪儿的 回二小姐 奴婢平时都在外间守着三少爷 李湘琳直勾勾地盯着花容 当真只是在外间守着 你跟阿椎哥哥来寺里后 就没有睡在一起过 李湘琳决定继续向江云锥示爱 便是接受她有别的女人 但接受是一回事 亲眼看到轻耳听到 又是另一回事 没有 花容回答得很快 李湘琳先是松了口气 随后又气恼地拍桌 这个年纪的男人 开了婚就跟狼一样 阿椎哥哥的身体又没有问题 怎么可能一直分开睡 你把我当傻子 奴婢不敢 花容屈膝跪下 少爷当然是年轻气盛的 但白日少爷要去监工 每天都很累 对这方面的事 自然就淡了不少 而且奴婢一来四里 就不小心摔断了肋骨 便是有心 也无力伺候 二小姐若是不信 可以去问御医 听说花容摔断了肋骨 李湘琳先是一愣 随后高兴起来 果然连老天爷都在帮他 这个贱壁在最得宠的时候 摔断了肋骨 只要他努努力 阿椎哥哥很快就会忘记 这个贱壁了 这般想着 李湘琳脸上不由得待的笑 看花容的眼神也柔和了些 称怪道 你摔断了肋骨 就不要跪来跪去了 让阿椎哥哥看见 只不定还以为我如何苛待你呢 等花容起身 李湘琳也不让他干火了 只让他在旁边立着 心情很好地喝起茶来 又过了一会儿 屋里的灯油终于燃尽 随风过来禀报 少爷熄灯了 李小姐请回吧 李湘琳冲出去 果然看到主屋熄了灯 陷入一片漆黑 无声地昭示着拒绝 一再地被拒绝 李湘琳脸上有些挂不住 但她身为世家贵女 有自己的矜持和骄傲 不能不顾女儿家的颜面硬闯 私存片刻 李湘琳大声说 既然阿椎哥哥累了 我也就不打扰了 说完拉着花蓉就要离开 谁告诉你 可以随便带走我的人 李湘琳拉着花蓉 走到禅院门口 主屋的门终于打开 江云锥快步走来 拉住了花蓉的手 她刚刚才赶回来 来不及换花蓉 搭在屏风上的衣服 还穿着白日那身 走得急了 带起一阵凉风 李湘琳并未注意到这些细节 她的目的 只是把江云锥逼出房间 这会儿目的达成 便放开花蓉 得意道 阿椎哥哥不是都睡了吗 又起来做什么 江云锥把花蓉护到身后 冷着脸警告 我的脾气不好 之前是看在你大哥的份上 才对你多有忍让 以后你最好离我的人远一点 江云锥平日看着好说话 严肃起来也很有威慑 李湘琳自然不愿 被心上人如此对待 撇撇嘴放软语气 我只是让他陪我说说话 也没对他做什么 阿椎哥哥何必对我这么凶 江云锥毫不留情地说 他是我的婢子 没必要陪你说话 李湘琳被噎住 见江云锥的脸上一片肃然 不敢再惹他生气 带着丫鬟离开 回屋后 花蓉添了油 重新把灯点上 轻声问 水已经冷了 少爷可要重新送热水沐浴 江云锥没说话 借着昏黄的光亮 仔细打亮着他 可有受伤 少爷回来得很及时 二小姐也并未为难奴婢 花蓉的语气透着庆幸 眉眼微弯 乖巧又懂事 并不追问江云锥 去了哪里又做了什么 江云锥喉咙紧了紧 伸手把花蓉抱进怀里 在他耳边滴雨 等回到城里 我会让人找大夫 给你娘亲看病 花蓉愣了一下 随后诚恳道 奴婢谢少爷点 为了不让人起疑 江云锥没再要热水 花蓉用冷掉的水 帮他擦洗了下 吸了灯躺到床上 花蓉的心跳还是有些快 江云锥对他的补偿 不再是浮予表面的珠宝首饰 而是他真切需要的 说明他今晚这一步走对了 江云锥和肖明忧的关系 永远不会被世俗接受 所以他需要自己在他身边 做个招要过世的幌子 更需要这个幌子 能在适当的时机替他遮掩 为他挡下那些 他不需要的桃花 只要他不对江云锥动心 只要他能游刃有余的粉饰太平 一切就都会好起来 第二天江云锥前脚刚走 李湘琳后脚 就派人把花蓉叫到自己的住处 让花蓉给他磨磨 他说要为祖母超经祈福 总归还是要做做样子 永安侯府很注重女子的教养 李湘琳虽然被宠得有些骄纵 字却写得很漂亮 花蓉只多看了一眼 便被李湘琳发现 他立刻醋眉 没好气到 看什么看 你难道还认得字 知书打理是施家小姐才有的特权 花蓉会画画 已经让李湘琳很不高兴了 要是再会认字 简直最不可舍 花蓉收回目光 柔柔道 奴婢不识字 只是觉得二小姐写出来的东西很漂亮 李湘琳虽不想把花蓉放在眼里 但潜意识里 还是把花蓉视作情敌 听到花蓉大字都不识几个 心情顿时好起来 这个剑壁长得虽然是有些好看 但书都没有读过 脑子里只知道干那些杂活 肯定和阿坠哥哥聊不到一块去 阿坠哥哥很快就会腻了他的 又抄了一页佛经 李湘琳开始休息 立刻有丫鬟奉上燕窝羹 为他按捏肩膀 李湘琳维持着好心情 冲花蓉勾了勾手指 正想说点什么 下人来报 小姐 齐王妃来了 李湘琳便指了话 让下人先带肖明忧进来 几日不见 肖明忧又轻瘦了些 今天她穿了一身素刮的青灰长裙 裙子是棉麻材质 上什么图案都没有 少了之前不识人间烟火的清冷之气 多了些质朴 尚在病中 肖明忧的脸色有些苍白 整个人都是暗淡的 在明艳动人的李湘琳面前 更是沧桑憔悴 李湘琳原本还记着 肖明忧当初在齐王府 替花蓉求情的仇 这会儿见肖明忧如此落魄 敌意顿时消了不少 笑应地问 上次见面黄沈的身子还算可以 这才过去多久 黄沈怎么就变成这般模样了 李湘琳的语气 透着幸灾乐祸 肖明忧眼唇咳了咳 诞生到 最近老是下雨 一不小心就染了风寒 让李小姐见笑了 肖明忧的姿态放得很低 别说长辈的架子 便是王妃的仪态 也全然没有了 命运已将她揭模至此 李湘琳没了落井下石的兴致 反而大度地说 黄沈身子不适 还是多在屋里休息 不用刻意来见我 肖明忧点点头 说 我要在寺里常住 休养的时间多的是 但李小姐住不了多久就要走 我还是要来答谢 昨晚的宴请之请的 肖明忧说完 拿出一个油纸包 递给李湘琳 油纸包外面 只用一根麻绳系着 做工看着很粗糙 李湘琳瞧不上 让身边的丫鬟接下 肖明忧又渴了一会儿 说 寺里后山有很多茶树 这里常年云雾缭绕 茶叶长得很好 我亲自采了一些做成茶饼 味道还不错 我现在身无常物 还请李小姐莫要嫌弃 肖明忧说得真挚又诚恳 唯有花容之道 她曾送了一块一模一样的茶饼 给江云锥 而且是在江云锥生辰那日 今日她又送同样的茶饼 给李湘琳 存的到底是什么心思 李湘琳不知内情 只觉得肖明忧身为王妃 却沦落到亲自采茶的地步 尾时有些可怜 想了想说 黄沈亲自做的茶饼 我自然是不会嫌弃的 日后黄沈要是有什么 需要帮忙的地方 可以派人来找我 肖明忧温笑着道谢 又和李湘琳闲聊历会 便起身离开 走到门口却又停下 扭头叮嘱李湘琳 似里常有野物出没 李小姐若是看到 来历不明的兔子 莫要觉得她长得可爱 就放松警惕 兔子也是会咬人的 肖明忧的腿还没好 走路仍一蹶一拐的 李湘琳大为吃惊 问野物伤人 难道黄沈的腿 就是被野兔咬伤的 肖明忧从进来后 就没有拿正眼看过花容 却在这个时候 看了花容一眼 万眸笑道 当然不是